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通常习惯在讲一个人的思想的时候 是以人为中心 而不是以学派为中心 你看过其他两门理论课的人都知道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大概对于谢勒跟对Meyhan这两个人 会做比较详细的介绍 其他人我们就在生平跟著作部分 就稍微省略一点 因为要教的人很多 没办法一一兼顾道 那这个谢勒呢 中国大陆翻译舍勒 但是这个发音的问题 因为英文他原名叫Mark Scheller 我觉得跟Seller比起来 尤其大陆还捲舌 好像谢勒比较有点道理 但是这是习惯的问题 为什么他先讲 因为第一个他的年纪比较大 我们敬老尊贤 第二个他谈到知识社会学的东西也比 卡尔曼海还比较早 早几年了 所以把它放在前面是有这样子的原因 很多人把它放 有的人会把它放后面 那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他主要是属于哲学的 并不是属于社会学的 所以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我们上礼拜在介绍知识社会学的各种提到的人里面 他有的时候没有被提到 也可能因为学科的关系 那这个他是1874年 8月22号生在慕尼黑 母亲原名Sophie Futter 父亲叫Gothley Scheller 母亲是犹太人 父亲是新教徒 那妹妹呢 Hermina 在1903年过世 这个稍微要讲一下 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血统的问题 我们所谓的犹太人是指妈妈是犹太人 那你就是犹太人 犹太人不是从爸爸这边算 所以那可不可以 你妈妈不是犹太人 你加入犹太人 这我就不知道 但是犹太人是有这个 这个以母亲的 这个宗教信仰 和他的这个血液的关系 这个他父亲是新教徒 所以是宗教上面是不 甚至可以说是有冲突的 能结婚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这在1874年 这也就是大清 光绪黄历的第一年 所以1874年 然后1893年 他进入慕尼黑大学 医学院就读 这时候他19岁 这个要稍微另外说一下 慕尼黑这个问题 慕尼黑在德文叫München 早先有人就翻成明星 就是明天的明 星是我这个星 因为配合这个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到了英文 法文也是 都叫Munich 所以慕尼黑是根据英文地名 来发音的 这个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困扰 像这个爱吃披萨的人 台湾有一阵就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在拿破里披萨 可是在英文里面呢 拿破里就叫Napolis 我们通常翻成纳布勒斯 就不是拿破里 拿破里 拿布勒斯是同一个地方 只是翻译的不同 还有就是你从英文来看 还是从中文来 从当地的原文来看 那在1894年 20岁的时候 就转到柏林大学 哲学系就读 他老师里面有很有名的 哲学家迪尔泰 跟这个社会学家 Zimmel 这个是20岁的时候 听说在 我读到一些书 他说 在那个时候 德国转学相对而言 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都是国立的大学 不用钱 所以你只要到了一个地方去 你要继续就读 那基本上不是什么问题 那也有记载说 他那时候闲暇时间 会到歌剧院去欣赏 易普森 或者是 这Hopman的戏剧 那他21岁呢 这个人大概有这个 现在叫姐弟恋 比他大八岁的 而且还有一个女儿的 这个叫 Amelie von Davids结婚 所以他21岁 跟他8岁就29岁了 这个情况其实不是不常见 历史上还是会有见到的 很多人不念书 都以为什么姐弟恋 爷孙恋 都是现代的事情 没有 你多读一点书 这种情况 自有人类以来都发生过 不是那么经常发生 那这两人的婚姻呢 到了1911年 大概就是17年后离婚了 婚后生了一个小孩 然后他呢 这一年还在念大学 现在大学生要结婚 大概也是同学 或者老师这些 很惊骇的事情 那么早结婚 发生什么事啊 然后进入延纳大学就读 这延纳大学就是后来 马克思毕业的那个学校 那他的老师里面有 道德哲学家 这个叫Rudolf Euken Euken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很受到中国知识界的重视 翻成沃伊坑 这个听起来像是 要把人推上坑去 Euken 受到影响 所以就以哲学为毕生置业 许多人呢 在念书的时候 常常受到老师的影响 对于他后来的学术研究方向 会有一些 这个 转折 很多人都有类似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当老师就要特别警醒 对于这个学生 有的人因为你的关系 然后造成对着某一个学问 有兴趣这样的 当然谈恋爱的力量更大 常常因为对方 我要让对方印象深刻 我要配的 我要能够跟他平起平坐 所以我要更努力 这种情况也都有的 23岁这年呢 他完成博士论文 这个当然当时的学志 23岁可以完成论文 现在大概在自然科学 有可能社会科学是绝对不可能 社会科学你要 或人文你要在23岁 大学能毕业都已经不容易了 尤其有些人还言毙了 在台湾 他博士论文叫逻辑的 跟伦理的关系的确定论 这非常哲学的问题 我们社会学人 一般是看不太懂的 那25岁那年呢 他就担任了 里亦纳大学的一个 教授的职位 这个教授职位叫 Priva Doctent Priva Doctent呢 有人翻译叫 编制外的讲师 就是学校不给你钱 你上课呢 拿到的薪水呢 都是这个 学生缴的学费 所以你要开一些热门课 才能够维持下去 当然严大大学的这个以外 他还发表升等论文 这个呢 都跟社会学无关 什么超越的 跟心理的方法这样的 这是25岁 这个呢 时代不同了 我们现在25岁 大概也没办法 当Priva Doctent 或在大学里教书 是不容易的 而7岁呢 这是他思想上面的 一个大的 一个事件 跟他大15岁的 他对长辈显然很有兴趣 跟大15岁的现象学创始人 Edmund Husser 通常中文翻译 胡塞尔 在哈雷市初次见面 这个在当时 可能不是什么事 可是在后来 这都是思想史上 两个聪明的会心 这个交汇的 放出的那种光芒 在27岁 不过故事没完 你下次就知道 好 这一下子呢 这个就到了 他的33岁 其他事情都不太重要 这还都是有事 不然的话 像我们一般人 哪一年出生 后来死了 中间没有一件事情 是重要的 33岁 他在宴会上 他的太太 阿美丽呢 声称出版商 太太跟他 跟谢乐有染 这个 那是阿美丽婚 这个在宴会上 这个在电影里面 有演过 类似这种了 宴会公开 指责自己的老公 跟别人的太太有染 你想 这个就是当众 要让老公 跟别人的太太出囚 对吧 然后呢 他因为这样 就打了对方 一记耳光 这你看 这是1907年 现在的剧 这种的不是不常见的 但是1907年 你看 那这个事件发展的结果 结果 过程我们就不说了 就迫使了谢乐 这个被迫离职 你这个人没有这个师到 竟然这个跟人在外同居 这就被迫离职 台湾现在至少 有老师牵涉到性骚扰案 或性骚扰的疑云 有的会停聘 那有的呢 就是经调查属实 那绝对离职的 但大部分的这些老师 都心生不满 觉得这哪事啊 我们是两情相悦啊 这哪的 或者说 哎呀 这事情有那么严重吗 所以还会闹一阵 这卸了离职 后来呢 他虽然在这个学校离职 他就经过胡塞尔介绍 转网 慕尼黑大学人 叫此处不留业 自有留业处 现在在台湾 如果你牵涉到这些案件 然后调查属实 理论上 你在台湾是没有办法立足的 所有的学校 你这个记录都跟着你走 学生也一样 你在哪个阶段 有过这种骚扰 跟这个侵害的 这个侵害当然是很严重的 事实 那大概你到哪里 都会跟着你走 那他在慕尼黑大学呢 这个人教授伦理学 这个人 显然这个行为 合乎我们日常生活的人 了解的伦理 是有距离的 可是呢 教伦理就跟心理学 非常受学生欢迎 所以这个 不管他跟别人游染 至少学生 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所以这个旁人 可能就觉得很嫉妒 这不是什么好人 怎么那么受欢迎呢 不然你要怎么办呢 有些人就是网红 有些人就是有这个办法 所以有些人 了解这种事情以后 常常觉得说 哎呀 那个人受排挤啊 是不是其他的人 都不如他呀 所以才排挤他 有时候你真不知道 真实的故事是什么 35岁的时候 这个跟阿美丽分居 就是这个原来那个太太 大她八岁嘛 然后呢 这个太太很厉害啊 就投书目的黑当地的 社会主义报纸 说他这个老公啊 外遇贫贫贫 而且欠债累累 你看这个谍字用的多好 贫贫累累 然后谢了控告 该报毁谤 你乱讲 没这回事 你不觉得这就是现在 各个时代都有这样的故事吗 只是这个主角是谁而已 学校注意到此事 展开全面调查 查到谢了 成根一名店员小姐 还冒充是他的妻子 住进旅馆的资料 你住到旅馆 当然要说这人谁啊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她是我太太嘛 对吧 或她是我女朋友嘛 对吧 你有来说 他向学生借钱不还 你看没件好事 要不就钱 要不就色 所以呢 学校就因此将他解聘 并以其道德不识认为由 台湾的这个教育人员 任用条例 好像有一条是这个 不准他在德意志帝国 管辖的大学内任教 这也是蛮道德取向 现在大概大部分学校 不是只有受中华文化影响 强调道德 每个学校都蛮强调这件事情 我想这是各个学校的 一个普世价值的问题 好 36岁呢 就好吧 打得那么难堪 就往Gritington去了 然后在胡塞尔介绍 你看你虽然出这个事件 你的有人罩你啊 有人替你撑腰 然后呢 他跟一群对现象学的新群年轻人为伍 好了 我就不要搞这个逃色世界 我跟男的在一起 没问题了吧 当然现在还是有问题的 不过那时候果然没问题 六个月以后呢 又跟胡塞尔博会反过木里黑 这个人可能有人格上重大缺陷 要不然就是那两人都有问题 胡塞尔 所以现象学这两人就分道扬镳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人就从事自由写作 如果像现在 就变成网红 想办法上网路去 然后promote自己 这也有办法 38岁 他12月呢 跟因为这个 Marit Fruitt-Vengler 离婚Vengler 结婚 可是这婚姻也没留多久 这9年 刚刚那个是11年 这是9年 好像离婚有个半衰旗 对吧 然后呢 就搬往柏林去了 大都市啊 然后出版了这个讲愤恨 或者叫愤闷 因为这赫桑的梦 就是尼采在这个 道德西普学里面提到的一个概念 其实翻译成恨富阶级 恨富情绪是 是还蛮恰当的 那他后来39岁出版了这本 是他的重要作者 叫伦理形式主义物质的价值伦理 这后来又中一本 在现象里面很重要 那他还研究了一些情感现象学 爱跟恨的问题 后来改名字 叫做The Nature of Sympathy 有一些翻译本 那40岁终于碰到了 这个社会上大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人爆发 想投身军旅啊 当兵去啊 因为演急还有年龄太大 未能如愿 40岁当时就年龄太大 如果现在要投身军旅 人家就说 你到旁边扫地去吧 大概是这样 希望不要有这个机会了 好 42岁呢 还在1916年 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 就改信了天主教 他原来刚刚讲过 妈妈是这个 犹太人 是不是犹太教 应该不是 爸爸是新教 改信天主教 这在我们这个不太宗教意识 不是那么强烈的地方 这个改信 这个叫conversion 不是一个太重要的问题 然后1922年又宣布放弃 所以改了又改 改了又改 这个也 这到底什么意义 1917 1918 伊萨战终于结束 在德国驻日内瓦跟海牙史学团工作 这年他已经43岁或44岁了 然后大战终结束 45岁的时候 转往克隆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任教 克隆大学是早期 德国的社会学的早期有的戏 然后1921年 那年他47岁 出版了《人之永恒》这本书 有个音译本 那1923年 他49岁这年 出版了《国家与社会观》 这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中译本 然后1923到24呢 是《社会学与世界观的论文集》 出版这种书 1924年 再度离婚 就前面讲的那个Marie Foutwengler 然后在克隆呢 跟Maria Schroeder结婚 所以这个换 常常换 可能就像换车一样 到这一站也要换车了 对吧 触犯天主教婚姻法 天主教不准离婚的 不准堕胎的 所以要离开 可能也跟这有关 你不准我 那我就 老人就不参加你教会 可以了吧 所以没有说 我就遵守教会的规定 没有 宣布放弃天主教 跟一切有神论性 改信生机说的犯神论 反正这对 所以他高兴就好了 他要听什么 关谁什么事啊 上帝也不缺他一个人 如果真有上帝 然后这一年呢 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 他编选了一个论文 叫做知识社会的追寻 这是一个论文集 其中导论呢 就变成我们今天要讲的叫 英文叫做 翻成英文叫 Problems of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然后这个艾燕有一个中文译本 叫知识社会学 就是这两本 就这两本 那这是 后来2012年也有再版 1926年他52岁出版了一个这个形式 然后收了他这本论文 1924年的论文 叫知识形式与社会 这个是影印本 这个我因为台湾已经买不到了 所以我就到图书馆印了一本 就是这本 他53岁呢 他有兴趣其实在这里 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这个现在叫做哲学人类学 跟人类学没关 跟哲学有比较关系 然后后来有些人就把它翻成人学 尤其在中国大陆 这种有关人的这种探讨 做哲学性的探讨 就是人学 或者在德国特别叫哲学人类学 然后后来有翻译成英文出版 这也有中文的翻译 54岁那年 1928年 接受法安克福大学社会系的邀请 那就是法安克福学派刚开始的时候 可是5月19号因为心肠病逝世 死后以罗马天主教仪式葬在克隆 他不是已经不是教徒了吗 你还把他用那个方式葬 可是人死了 有时候葬的仪式不在他手上 就像很多人在现在的台湾了 你生病的时候 特别是你不是一下马上就走了 你生病如果住在医院里 有一堆宗教人士会来探望你 然后探望你希望你死后选择一条路 佛教的会希望你往西方极乐世界去 天主教的或基督教会希望你怎么样去 那有的人就在床上受洗啊 或者临终受洗啊 所以你去参加这个告别社的时候说 呀他什么时候变成教徒了 我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 那都是最后的事情 那最后的人会有什么改变不知道 有的还是家属是那个教徒 他本人不是 他本人不是教徒 所以家属呢为了办这个仪式 就以家属喜欢的方式 比如说用天主教仪式啊 用基督教仪式啊 用佛教仪式啊 或其他什么叫仪式这样 所以这个是人到死后啊 有些事情你是很难兼顾到 除非你有遗嘱 那你也要有后事 有人帮你愿意执行那个遗嘱啊 不然的话 哎呀这个账你是很花钱的 好那这个后来都他死后呢 1954年啊 这个他的这个 这个Maria Scheller就是他的第三任妻子了 跟这个这个Mamford Frings 编了谢勒文集德文版 实际上他的学术上的重要性 是比他生活上更受到重视 然后他的那个很多书就是 死后才编辑出版 这本叫《哲学世界观》 后来他人编谢勒哲学文学 都跟受学无关 这个France后来把他三篇文章 译为位格跟自我价值 这个有一个中意本 然后93年呢 这个Pershade 有个Marcher on Feeling Knowing Valuing 这个也是文选 大概就这样 那这个呢 因为我这个讲义是多年编辑的 后来发现了 中国大陆一个刘晓峰先生 编了一个舍乐生平 跟主要论注年表 他的年代跟我的表 有很多不合的地方 我一时也没办法查证 所以我就以过去我的年表为主 那刘先生的编的到底根据什么 我的是错的吗 我是根据很多英文的 在那个正式的讲义里面 我都有参考书目 那有的人编 我现在不太记得刘先生的 有没有参考书目 这个有的时候出版会晚一年早一年 这个倒是有可能的 所以就说明一下 那我通常介绍一个人的第二部分 就介绍他的思想传承 一个人的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 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原则 等一下会讲到 那思想传承你有的时候呢 有的人就会讲得很夸大 就只要他是 譬如说他是现象学人 所以只要现象学人都跟他有关 但是其实比较好的方式 是看后面的人 或者在他生平的故事里面 他跟谁有比较大的来往 所以这思想传承 有的时候并不是一对一的传承 就是我上过他的课这也算吗 我是他指导学生这也算吗 我说他指导学生 但我跟他立场又不一样 这也算吗 我想这个讲是师生关系 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程度的关系 像各位上我的课 对吧 你将来教了知识社会学 你礼貌一点客气一点 或我将来太有名了 你就不得不说 哎呀我的知识社会学 是因为当初上了孙中兴老师的课 对吧 旁人就记就说 哎呀他是孙老师的第三弟子 你不是说第三弟子 他说的对吧 这就可能 或者说我虽然上过那老头的课 那老头的课我一堂也没听进去 那你就是叛徒了 对吧 上过课但你不欣赏他了 或者说我上过他的课 但是呢我当时磨磨蹬蹬 什么也不懂 二十年后再看他的课 发现哎呀不得了 讲真好 这就是狗腿型的 20年后才发现 这是狗腿不是鸡腿 所以这个思想传承 要稍微讲一下 这前辈 他因为对东方是有兴趣 所以他对佛祖很有兴趣 这是一般人 很少的东西 然后他又强调价值 他比较哲学方面 社会学家 他很少人的什么前辈 受影响前辈是佛祖 那圣奥古斯丁是天主教 天主或者叫基督宗教思想里面 重要的一个思想家 圣方济呢就更不用讲 是一个原来有钱人 投入这个基督 天主教以后呢 就立志跟穷人站在一起 就过很贫穷的生活 天主教的翻译叫圣方济各 他最有名的就是 通常在英文里面讲到他 就叫Saint Francis 然后加上地名 of Assisi Assisi是意大利一个地方 到现在就他的家乡 叫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这个人呢 以贫穷为乐 而且呢 他非常神秘的具有 stigmata stigmata就是 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后 几个地方流血 这个后世都传有 你如果有这种 这种叫做圣伤 圣人的圣 伤口的伤 你如果圣伤 这都是一个很特殊的意象 常常有一些 熟人会有圣伤 就表示你 跟上帝是某种程度是相通的 他会流血的地方 你都会流血 不是鼻孔 是身上的几个部位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就有这个圣伤 英文叫stigmata 就是原来stigma那个字 加上TA两个字 叫stigma的 正式翻成圣伤 所以stigma 我们现在翻成污名的字 原来就是一个伤口 不是不好的 是非常神圣的 你有那个伤口 那还得了啊 所有人都对你家里膜拜啊 那不是现在污名 这种翻译 可以显现出来的 那种道德的意涵 巴斯卡是 法国的哲学家 有个陈斯璐这本书 那孔德我们会提到 纽曼主教 这有一个很有名啊 现在大概 你不是基督宗教 不知道 第二他刚刚讲过 是他念书的时候 老师尼采啊 那时候大概没有欧洲人 不受到尼采的影响 不管是正面或反面啊 刚刚讲的Oikon 就是这个窝坑 窝坑 这个名字 在中国人很少人愿意 那个取这样的名字 原来是个坑 谁愿意自己说 你都被推下坑 对吧 窝坑 那佛罗伊德 伯赛尔伯格 森伯格是法国的哲学家 所以这是他当时的 重要的前辈 那同辈比较少了 不是说没有 而是提到的人 或者人家提到他 一个叫拉特脑 一个叫宋巴特 宋巴特跟韦伯 是曾经编过一个杂志 还蛮重要的一个人 当然后来 研究他人相对人比较少 那晚辈呢 就阿弗·修兹 这我们会提到 他是社会学里面 所谓现象学派的社会学 Helmer Plassner跟Arnold Gallen 都是德国的哲学家 主要是以所谓 哲学人类学建藏的 现在网络的好处是 以前我查不到 他们的生族年月日 没有网络时代 现在很容易上网都查不到 连照片都有 所以这是如果要真正研究 他每上上下下 都得好好研究 特别是在 阿弗·修兹后来 有讲到 这个社会世界 Rotial Welt 和Social World 社会世界就是由前辈 平辈跟后辈 所组成的一个世界 如果你要从现象学的观点 来研究现象学 你就必须注意到 这个思想传承 还有前辈 同辈跟后辈之间的关系 那这著作脉络跟译本 我就不放在这个讲义 另外那个完整的讲义 是有这个东西的 我只要让你看一下 这个书的样子 我以前都会带来 结果发现现在年纪大 带得很重 干脆就放在上面 反正带来也只是让你看一下 这个呢 是英译本刚刚讲到了 那这个是中国大陆的译本 台湾没有 知识社会学 这是同一本 这是最早出版的样子 这是后来再版的时候的样子 都是一个叫艾燕的先生所翻译的 那这是一套谢乐的这个文集 他们全部打散了 不完全是根据原来的 这边大概就有七本 当然后来他还有一些 跟德国的作者翻译 也是一样的封面 这边应该都是他的书 然后这个是我的书架上 不是所有完整的 我尽量收集完整 这几年已经没办法了 这是有关谢乐的书 有关他的 这都不是他自己写的 都是二手研究 这是德文的 这是英文的 这是翻译的 这是台湾的学者自己写的 这也是江日新的 然后这是其他大陆人的研究 然后这是三本他的英文艺作 然后这个书名已经看不出来 这就是刚刚讲的 《愤闷》那本书 《黑松听梦》那本书 这是他主要著作 然后他的主要概念 其实你只要知道 他的主要概念很简单 知识社会学 你都要从知识这面先来看 另外一个 所谓的社会这一面 你只要抓住这两个要点 你来看就不会陷在他的 很多很繁复的解释里面 那主要是根据这篇论文 这篇知识社会学的问题 这是1924年的论文 他先说明知识社会学 是文化社会学的一部分 那文化社会学是什么 他没讲 他也没写过任何一本书 叫文化社会学 这都是他自己想出来 就很多不是念社会学的人 常常会说 哎呀这应该是你社会学的问题 那为什么是社会学的问题 就他想出来 社会学应该是这样 我们有时候对别的学科 是非常陌生的 我们只会根据这个 对那个学科的想象 你们社会学不应该是这样吗 这个常常是会让我提笑皆非的 最常见的就是说 你看现在社会那么乱 都是你们的问题 我说社会乱是大家的问题 怎么是我的问题呢 你不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吗 我说你看你自己都讲 我研究社会问题啊 我不是制造社会问题的啊 对吧 谁制造问题 谁解决问题啊 不是我制造 所以很多人就要跟我抬杠 就觉得很无趣 但是你这可以看到 至少在这里 文化社会学的一部分 文化社会学是什么 没有讲 所以这种话讲 就等于白讲的啊 这讲什么白讲吗 所以我这是一个 第二个问题 你要注意到 它所谓的文化社会学 不要从自己时代的文化社会学 来强作解人 现在在本系 开过文化社会学的 好像前天后也只有两个老师嘛 现在一个退休 一个离职了嘛 所以到文化社会学是什么 除非你看他的那个 这个每个人可以教文化社会学 可以用自己的理解 去谈文化社会学是什么 然后谢了有写过一本 文化社会学导论 收在这个里面 一篇文章 这一到四十一页也不长 所以他的文化社会学 我没看 所以到底讲些什么 这里就包含了文化的概念 跟知识的概念 你要怎么去界定的问题 所以在我们上个礼拜 介绍知识社会学的基本书的时候 有一本书叫 Knowledge as Culture 知识当成文化 它大概也是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多名词之间的关系 是很不清楚的 文化跟知识到底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解决了才能到这个 然后接下来他有一个新名词来发明一个 好像我们可以用更熟悉的东西来讲的 真实因素 Real Factor 跟理想因素 Ideal Factor的区分 这种区分看起来 好像有点意思 但是你认真看它实质内容 文化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生活的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是马克思的用语吗 对 因为马克思在他之前 所以我们没先讲马克思 按照顺序应该那样讲会清楚一点 我们现在是采取倒序法 像电影一样 先发生一件事情 吸引你注意 然后才那样 三天之前 几天之前这样 那真实社会学呢 是研究人类生活的下层建筑 那这意思就是说 真实因素社会学 就是研究经济了 或研究所谓的基础了 然后文化社会学研究这种 思想 政治 法律 宗教 哲学 这种东西 以上只是两级 中间还都过渡 但这里面真实因素 它有叫真实因素社会学 那文化社会学就是理想因素 应该这样推论嘛 对不对 它并没有这样 如果你还不知道 上层建筑跟下层建筑 是马克思主义的用语 那你大概就不太知道 他为什么这样讲 不过真的严格来说 上层建筑是马克思的用语是没错 下层建筑是因为上层建筑 才补进来的用语 这原来叫做基础 德文跟英文是同型的 德文要念成basis 英文要念成basis 就是基础的意思 那真实因素呢 我们假如你用经济来理解 你看它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完全 为什么 第一个他强调血缘团体 也是真实因素团体 那么马克思没这么说 所以这里面它是一个增补 政治呢 如果讲政治在马克思是上层建筑 他讲权力 马克思没有把权力归到上层或下层 那经济 那经济也有 但是你讲经济的时候 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生产力生产关系 还是什么 马克思是那样讲的 等我们到马克思那一段 我们可以跟你说 所以他这里又显示出不同 所以他也没有用 虽然解释的时候 用上层建筑下层建筑 可是他强调还是真实因素 为什么这叫真实因素 血缘政治跟经济 这是怎么分类的 这个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 是很困扰的 因为很少人把血缘当成 是一个重要的分类根据 除了在种族里面 或者你在捐血的时候 好那这就是三种团体 然后他提到第一阶段 这有很多阶段 第一阶段呢 种种的血缘关系 跟合理的调整的这些关系 比如父母的权利 外族 同族通分的婚姻方式 或世族 一个clang clang通常是由一个家族 慢慢衍生而来的 还有种族 和跟分 不管是依照法则 也可以翻成这个绿则 就是law 跟风俗确定在关系范围 别忘了 这些字眼都非常熬牙 所以你要抓到重点就可以 然后这些有独立的异变物 意思说它会改变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现象 它这个会影响到 至少大体上 确定团体的形式 这个确定通常就determine 就是在讲到 我们上礼拜讲了说 那个 Merton所说的 心灵产物跟社会存在之间的那种关系 这个确定是一种表达 很模糊的表达方式 还有确定其他真实因素 像政治或经济因素 可能产生影响的方法 就这三个真实因素 怎么影响到上层 都会影响 但这个你要怎么样确定它的影响 这是第一个阶段 是总学员 这个阶段呢 这个阶段中哪种有效的权力 同样就确定了这一含义而言 像政治阶段主要是国家执行过 这时候国家出来了 所以好像政治因素就变得相对比较重要 如果可以理解 第一个阶段 在人类发展的那些血缘关系很重要 到第三个阶段呢 经济又揽了实权 所以经济因素成为真实事件的状态 并成为精神史上开启水闸的重要因素 所以在这里面在下层因素里面 就把它用历史的三个阶段 分成了在不同阶段所占主要优势的 这个因素 就是血缘 政治跟经济 但是这个是不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 这是一个问题 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那知识跟社会的三种关系 这还在真实因素这个部分 三种关系呢 他讲到所有形式问题 都要依靠知识跟社会的三种可能基本关系 第一个团体成员 对于其他成员相互了解的可能性 并不是附加在社会团体之上的 相反的 他们是共同构成人类社会 是说没有一个超然于团体之上的东西 当时大概有人这么认为 所以这些团体的成员都共同构成人类社会 血缘团体 各个血缘团体都构成共同人类社会 所以那这个是知识跟社会的什么关系啊 你常常讲说三种可能关系 那这是什么关系 这讲到团体成员构成人类社会 就这样的意思嘛 并没有提到知识什么嘛 第二呢 每一个团体都有他专属的知识 这就是知识社会学最 最粗比的解释 这每个团体都有他的知识 那这个难道 不同团体的知识都不能互相沟通吗 你这是过度强调 每个团体都有专属的知识 有个团体并没有他专属的知识啊 很多知识是共通的啊 难道有个团体觉得可以随地打小便 有个团体觉得不能随地打小便吗 我想那不是团体吧 那是情境因素吧 如果在那个随地打小便地方旁边有个厕所 然后这家伙不去上厕所 就在路边大小便 那当然这是有问题的 如果他是一个观光客 走了十里路也没看到任何上厕所的地方 你说他不随地打小便他怎么办 带个尿袋吗 穿成人纸尿裤吗 像我这年纪 大家就需要这个 我绝不随地打小便 因为我都小在忠心成人纸尿裤里 我希望你们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故事 好 每个东西他专属知识 不管多么含混 被普遍决定的价值跟目的 所有的知识 特别对同一种这样普遍知识 多少都决定了社会各种面向的性质 所以你的知识呢 决定了社会的性质 那团体呢团体决定了知识 知识决定了性质吗 是这样的意思吗 在这里 那就是知识跟社会的关系 最后反过来说 所有的知识被社会及特殊结构所共同决定 这句话比较容易了解 知识是被这些决定的 co-determined 所以这co-determined就是它的决定因素有很多种 这些是共同联合起来决定的知识 所以简单讲知识三种关系 其实简单讲应该是两种关系 知识决定社会 社会决定知识 第三种大概就是 谁也不能决定谁 没关系 不然还有什么三种关系呢 你想 那可是他就一定要讲成这样 只有到第三点的时候 你是比较清楚的 那这个决定不是一个单一变相决定 是有很多特殊结构共同决定 那这个哪些是特殊结构 你就得依照情况而论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的想法 我觉得脑筋不太清楚 那就是念很多人的书 你常常觉得 这话一定要这样讲吗 换个方式讲 不就是一目了然吗 你这样讲 而且他前面讲三种 你就开始找 台北的三种 一个在丁州路 一个在内湖 你不必特别找 这是我的很老的笑话 好 那三重在过桥的地方 triple 那卸了在此分类 并没有清楚说明分类的判准 这是我们后来的要求 如果从 当然我们用现在要去谈他 只能说不能怪对方 只是说他的进步真的比较慢 因为分类都随便乱讲讲 然后你如果有分类的判准 比如说互斥跟穷尽 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 但别忘了 这是比较后来 大概在二十世纪五零年代以后 才发展出来这样的观念 不然的话 很多分类都是 跟日常生活的分类一样 你去买车票 全票半票 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以前还有军警票 那那是什么票 他为什么 这不是半票吗 好像不完全是半票 后来又取消了军警票 对吧 还有优待票 以前还有这个儿童票 那几岁是儿童 是根据岁数还是根据身高 这以前我小时候坐火车 就经常碰到这个问题 所以为了避免争议 他们就在火车的某个地方 会划一条线 所以不是你的年龄问题 是你身高问题 他干嘛叫儿童呢 对吧 你如果是诸如 那就买儿童票嘛 反正我不到那条线以上 就看线嘛 对吧 大家也别吵 你就在那条线上站一下 站好 别把膝盖弯着 对吧 然后站了 然后超过那条线 你就买全票 没超过那条线 你就办票 对吧 就这样 这多简单 可是不是 说我这小孩就是吃得好啊 所以他才十岁啊 还是儿童啊 对吧 只是长得高了 你就想买这个全票 这不对吧 你就给他吵架的空间 那另外呢 第一类第二知识 是否附属于社会的判准 看不太出来 第一类不是 第二类是 第二类区分在知识跟社会之间 相互决定的关系 既然知识被社会结构所共同决定 那第二类是知识决定了社会 那这第一类是这样 这是我的解释 所以有时候我的解释 你就比较容易看得懂 如果第一次听 我讲得比较快 你就回去慢慢看这个 好 因为我觉得这都不重要 分类学是所有学问的开始 但最不重要的就是这个 因为它只会开始 结果是要 你要讲什么 我觉得重点在这个 好 有一个篇文章叫做 论知识的实证论的历史哲学 这有知识的实证论 有历史哲学两个概念 好 在不同的科学 在何种程度下 受制于各自的文化灵魂 用灵魂这两个字都会吓死人的 因为确定不知道什么意思 比如民族 民族为什么叫文化灵魂 所以在这点上面呢 哲学跟行而上学 肯定要比实证科学严重得多 那行而上学又是什么 行而上学不是哲学吗 那实证科学又是什么 这个你如果知道孔德的分类 孔德的三阶段论 第一阶段叫神学阶段 人考虑一切都是跟神有关系 都是神来控制一切 到后来人认为 这社会上的变化 都是有一些哲学的原因在背后的 什么目的因什么 然后科学实证就要用科学的方法 来解释社会的变化 简单讲是有这三个阶段 然后这精神科学就是德文的 Geistos Wissenschaft 相对于的Natur Wissenschaft Natur Wissenschaft就是自然科学 Natural Science Geistos因为这是从英文译成德文以后 再从德文回译成英文 就已经找不到话 所以只好翻成Spirit 或者翻成Culture 就是灵魂 或者叫做文化 你看这字差多远 这是17世纪的时候 苏格兰有一批的 这个叫Scottish Moralist 苏格兰道德学家 你这样讲就不太恰当 因为他们真的不是谈道德 这些人是社会科学的创始人 所以苏格兰的这种 社会科学的创始人 Scottish Moralist 有时候我们会被 那他们创的学问 当时就叫Moral Sciences 道德科学 那时候没有社会科学的概念 社会科学的概念 据说在18世纪初期 由Robert Owen 这个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所发明的 那之前那群苏格来人 包括亚当斯密 包括了Hudginson 等等的人 他们用的名词 叫Moral Sciences 你还可以看到这个残语 在一本很重要的书 可是中文就失去了翻译的机会 就是John Stuart Mill 写自由论 或论自由的那个人 他写了一本书叫 On System of Logic 逻辑的体系 这本书 岩父在清朝末年翻译的时候 只翻译了前面几章 叫做穆勒明学 没有翻译到最重要的第六部分 第六部分叫什么 英文叫 The Logic of the Moral Sciences 现在社会科学的 基本方法的概念 都在那里出现 什么求同法 求义法 Method of the same Method of difference Method of concomitant variance 共辩法 都是在他那本书里面出现 但那本书又根据的是什么呢 根据孔德的书来的 所以那本书在 Johnson Mill生前出版了八版 前面几版都说感谢孔德的启发 什么什么 到后来他跟孔德闹翻了 后面的版就 绝口不提受过孔德的影响 所以看书能不中版本吗 两人闹翻了 我就当然不提当初他对我的启发 所以这个Moral Sciences有这样 所以这Moral Sciences变成德文 就变成Geist's Vision Shop 再转回来就转不回来了 所以后来变成文化科学 变成社会科学 英文的Social Sciences 或者这个Cultural Sciences 就没有人再转回Moral Sciences 因为这个词 17世纪以后 英语世界也不用了 就变成Social Science 所以有这么历史的一个故事 出口转外销 外销又转内销 就变成这样 出口转内销了 所以第一个部分是这样 所以精神科学 就是讲的 我们说文化科学或社会科学 比数学跟自然科学严重得多 这问题 因为受制于文化灵魂的影响 因为大部分人认为 自然科学普世一致 你在哪里去烧开水 都是100度烧开的 除非你到山上 平地不管到什么地方 都是100度烧开的 就没有文化的问题 那人类的社会科学 研究不同文化 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生物学 比物理学严重得多 这个学科的分类 也是根据当时孔德的分类 第二 什么又以同样的方式 受制于科学 譬如印度数学 希腊数学 这我们讲印度数学 是印度当时当然有一套 但是它那个数学 有的是相通的 希腊数学 特别是几何学 还有现代数学 反之 什么作为真实的结果 却又能同有关 对向世界的特殊的直观分子 相分离 这你第一次听得懂 我真佩服你 倒不行了 我现在念了都还 尽而言之 怎么样立足于民族 文化立场的方法 脱钩 意思是说有些思想 是跟民族或文化历史 是有关的 你的方法跟你的思维方式 印度 我们现在叫做阿拉伯数字的数字 其实是印度的 可是为什么叫做阿拉伯数字 因为你在网络上你可以输入阿拉伯的数字写法 跟我们现在所谓的阿拉伯数字是不一样的 我小时候在阿拉伯国家待过一阵 刚开始去就认阿拉伯数字 怎么跟我学的阿拉伯数字不一样呢 他们不是阿拉伯国家吗 才发现那是一个错误的名词 阿拉伯数字 各民族跟各文化 你看这个基本上是他常常会用的连在一起的字 天才原则上能够相互自由代理 跟自由协作的有哪些研究使命 反之有哪些由于对象的特殊性质 排斥这样的代理 这你听得懂吗 结果导致只有作为每个个体的整体民族的 整体精神的民族互相协作本身 协作就是合作 也就是说并非整体精神的任何一部分 以及只有各民族特殊结构 特殊直观形式相互完善才有 简单讲就是各民族都有他的认识的特殊的结构 直观形式是直接的 就是有的后来叫做范畴 你去看外在世界你是怎么看的 这不需要经过逻辑思考的方式 跟思维的形式有什么样的差 什么样的关系 简单讲是这样的 但是这样表述真的很复杂 第四 哪些对象的哪些认识部分 跟哪些科学能够随时战胜与之相关的文化没落 这个不是大陆的那个context脉络 有人念成没落 这是decline 从而能够从新兴的 或者其他文化科学 永远处于有意义的联系之中 并因此不断向前发展 哪些不能 意思说哪些知识的因素 可以跟文化科学产生 有意义的连结 然后继续发展 哪些就已经跟文化脱节了 不能继续发展 简单讲是这样 所以你看看这个书 你得再把它翻译成更白话了 才有办法了解 在翻译过程是不是有疏漏 这也会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我们社会学 有些学理论的人就往哲学方向靠 连表达方式都从哲学方向靠 这一靠就像骂人了 因为你就听不懂了 就一定要讲成那样 就不能很简单的 把你要的意思讲出来 在这堂课结束前先讲一个 早先大部分社会学人 会念那本书叫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叫社会学的想象 或社会学的想象力 这本书的作者叫 C Wright Mills 那个C是不拼出来的 你就算知道 C是Charles代表 他因为个人的方法 他不拼出他的first name 这是他的特色 我看有人特别把它查出来 说Charles Wright Mills 没有你称呼他 他自己愿意的都是C. Wright Mills 懂吗 他在那个书里面就有一段讽刺 当时美国社会学界最有名的人之一 就是Tolkow Parsons Parsons当时是哈佛大学的社会系教授 哈佛大学社会系在美国社会学 是出道非常非常非常晚的 那Parsons呢 就是以这种截躯熬牙的这种文章著名 C Wright Mills呢 又以这个通俗好懂著名 所以他那本书里面有一张叫做抽象经验论 不是抽象经验论 Grant Theory 这题应该翻成堂而皇之的理论 或复利堂皇的理论 没有 他把它翻 大部分都翻成大理论 因为Grand就是大 Grand不是大而已 那是复利堂皇啊 总言之在里面他就讽刺说 Parsons那本Social System写了半天 我其实用一段话就可以把它翻译出来 他就用一段话 把它用很白话来讲 他其实要讲的就是这个 那本书一出来以后就没有人读Parsons的书 就说哈 那本那么厚的书就一句一段话 一个paragraph就可以把它翻出来 哇哦 那你讲这些不是蛮子荒唐颜吗 我们读的人就一把心酸泪吗 所以就 Parsons就被他打得非常彻底 所有念那个社会学 社会学的想象的人 大概对那段都会比较记忆深刻 但是因为后来不知道Parsons是谁了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骂的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他精彩处在哪里 就是用很简单的话译 把人家的书浓缩 那当然那个对外行人来看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你看了什么书看不懂 你看他的那个 就是三分钟看懂什么什么电影 或十分钟看懂什么什么什么那个 或者我给你装懒人包 但懒人包呢 因为社会现象问题还小 那哲学上或社会科学上面 这种懒人包的这种方式 到底是帮助你了解 还是帮助你去误解 这个就要看情况 但这里你可以看出来 像刚刚讲这一段 你真的要每一句话 就要好像还要在做注解 那就不是你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 那别忘了 这一个有年代的问题 有这个 他又是不同文化的问题 不同学科的表达方式的问题 所以会造成我们障碍 所以常常不懂 你读书读不懂的时候 你要去想 为什么我读不懂 我常常鼓励我们在台湾的 尤其在台大的学生 说你考上台大了 好歹是台湾知识分子的最上层了 如果台湾知识分子 台湾的知识分子 或台湾的人民的知识状况 是一个三角形 是个像金字塔一样 或者我常常说需要本土化的比喻 金字塔离我们很远 看不到 你天天能看到的 就是三角玉饭团 所以台大学生就三角玉饭团第一口 第一口咬下去 那就把前面的人吃定 那这第一口吃下去 通常都没肉了 你是玉饭团的第一口了 你都看不懂 我觉得只要你相对而言 很认真的话 你可以推论到全台湾其实是没有几个人看得懂的 但是要掩饰自己不懂的最好方式 特别是你当了学长以后可以骂人 当老师以后可以骂人 人家不懂就说 回去多看书 这是 那个人就不敢再问你问题了 他就回去 要不然就很自卑 我怎么都看不懂呢 他不了解说 不仅他你看不懂 老师都看不懂呢 那他呢 他那就不知道 他将来面对良心的时候 我希望将来与神同行有一关 是说你当初懵了多少人 你看你的什么时候 那边会有一堆老师 特别是我们教人文社会有老师 会死在那 那关绝对过不了 这个评处跟我上刚刚讲的 其实差不多意思 那就是说这个 如果你要讲得让人家懂 那我们上礼拜介绍到 Merton所讲的知识社学的那种典范 那个真的比较容易懂 你这刚刚上面那段讲法 真的你得花了心思去想 你才会花的时间特别多 得到的那个结果 真的不需要花那样的时间 好那另外他还有一个概念 叫社会学的基本定理 这个对于搞哲学人来讲 好像很重要 我们社会学的人 已经不太讲基本定理这样的事情 这听起来就像是物理化学 或者是数学这样的事情 好那哪些基本定理呢 你看一下这边有三折 既然每个人都是社会的成员 那么所有人类的知识都不是经验的 这怎么就那么呢 意思说你生下来就在社会里面 所以你的所有的传播给你的知识 你都是没有经验的 所谓的不是经验的 不是empirical 而是先验的 就先于经验的意思 a priori 这是一个拉丁文 所以你的经验都是你没有经验的 你从来没被火烫过手 不然的话人类生下来没多久 每个人都有这个手部的烧伤特征 那你为什么没有烧伤特征呢 是因为人家就告诉你 不能碰火啊 那火烧到你啊 不得了啊 所以这个是你对火的知识 基本上是不是从经验得来的 是人家告诉你的 先验就这样的意思 这不是经验 我们念书也就是因为 我们一个人不能够有那么多的经验 也不希望那么多经验 才靠念书来了解别人的经验 不然的话什么事情都得你去碰 才会知道 那你就是神龙藏百草啊 吃到后来自己不知道 得了多少的这种过敏症 然后幸运没死 然后才神龙藏百草啊 或什么李时珍啊 这之类的 我们大部分人从古到经 基本上都不太需要这样 别人讲一下我们就知道 说这种知识的起源 显示了它是在自我意识 跟自我价值意识程式之先的 这是在自我之先 先有一个社会 先有一个我们 先有一个群体 然后才有自我 这意思是这样 没有我们就没有我 没有we就没有I 这就是它的第一个定律 所以人类 当然这个定律你排除了 那第一个人是怎么来的啊 或第一群人怎么来的啊 你回到根源 那就得靠经验啊 那没办法靠先验啊 第一个人 所以这个如果你要从哲学上去去 或追溯这种第一个人 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啊 你知道假定他是神 所以他具有一切知识啊 或他是外星人 他具有什么更高知识之类的啊 第二一个人对于他的同胞的经验参与 这是什么叫经验参与啊 你看这个名词啊 用的empirical participation 是透过不同方式而展现的啊 就你怎么样分享别人的经验 可能是这样的意思啊 可以叫经验参与啊 而且呢要依团体的主要结构而定 什么叫团体的主要结构 好 这个定理都应该有一些界定嘛 并没有 我们可以离用理念型啊 我们可以理念型来了解这不同的方式 理念型是Marks Weber的一个概念 这概念其实说来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认识一个外在世界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认识一个 我们要想要了解的世界的时候 我们会根据我们的需要去建构一个 那个那个对象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呢 只是我们强调了其中某些特点 所以这叫做理念型 把它变成一个理念 举例来讲如果你要讲台大老师 台大老师其实有千百种 那你如果说以孙老师为例 孙老师凭什么可以代表台大老师 光是孙老师的外形 就没有几个台大老师是这个样子 我讲的不是胖 胖很多老师都这样 我说有胡子 就没几个人有胡子 对吧 所以你说你要用理念型 台大学生那就更是 台大学生你要谁来代表 他可以代表吗 这个新闻媒体经常使用这种过度夸大的代表性 教授认为 就某一个教授吗 他自己讲一句话 那就是他自己讲的话 那代表一个事实 那不能代表其他的台大老师的意见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台大学生反对某件事情 那反对常常就是那几个人 全校学生扣掉那几个人 大部分人对那件事情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 可是媒体一旦报道以后 好像那件事情是一个学生的主流意见 然后万一这个学生还在什么学生会里面有一点地位 他在代表学生讲这话的时候是开过会 然后代表学生的意见吗 还是他平常自己是这个意见呢 我想这个事情是有差别的 但是媒体常常就不分青红绕来这样讲 就夸大这种事情 回到这里 他说我们可以用理念来了解这些不同的方式 这种参与的一端是认同 identification 例如原始人跟群众 催眠中状态之下 母子关系中 这都是identification 另外一端是由身体知识跟特殊经验内涵 推演出来的这个结论 这段我坦白说不太懂什么意思 第三固定的法则规定 我们对于现实知识起源 个别知识领域的完成 还有人类认识中的 意识中的常述 以及相关的对象领域 这个都是有界定的东西 等一下会提到 所以比较好懂的是 先由我们再由我 我们的知识都是 我们所得到知识 都是由社会所贯述给我们的 那是在我们经验到那些事情之前 这是经验知识跟 如果可以分经验知识跟道德知识 道德知识那更是那个 你没有违反交通规则 就有人告诉你不要违反交通规则 当然你违反了交通规则 还是有人会告诉你不要违反交通规则 所以那个违反交通规则的知识 这种是个道德知识 那经验知识就告诉你 水烧开了 喝很烫 火很烫 这都是经验知识 你不一定会被烧烫伤 你才知道这些知识 那这个跟别人的关系这一点 我就比较不太 我觉得他表述方式比较不恰当 那这个跟自然定义差不多 这是我的解释 第二个说我的经验 其实是我们的经验 第二个说同辈的关系 或者叫同胞的关系 看你怎么去理解 然后同辈跟同胞 我们在现在 同胞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 反我同胞 必须怎么样呢 同辈是一个可能更广泛一点的 同时代的人 不一定是同胞 不一定是有现在民族意义上的同胞 一种关系是现在所谓的同理心 就怎么样进入对方的心理状态 另外一种从外在知识推对方的意图 它到底什么意思 这个什么意思这一点呢 常常会有一些误解 有人像我当初到美国去念书 老师跟学生会谈的时间 一个钟头切成四块 所以有四个时段 一旦秘书贴出来 国外的老师大概都有秘书 只有我们这种老师 这种老师是没有秘书的 贴出来以后 大家去抢啊 天津的slot 然后那时候好不容易 抢到一个礼拜 然后就想说 要问老师什么问题 你先抢到再问问题 这是要表达你的学习动机 后来我实在想不出什么问题 随便想了一个什么问题 第一学期到美国 那讲完了老师就说 好那下次有问题你再来找我 就请我出去 然后下一个人也不能进去 因为我的事物还没满 我就觉得老师好冷漠 可是我想老师一定觉得说 这个人根本就没问题 干嘛来浪费我时间呢 我后来当老师 常常有学生觉得来找我 是浪费我时间 第三项说有个法则 没说什么法则 就是自己跟周遭知识 是息息相关 息息相关是一句 很不负责任的话 到底哪里相关 就息息相关 这学习也充满了这种话 他花了很多时间做这种分类 把这个德文叫gruppenzeller 最后英文叫group soul 跟gruppengeist Zeller跟geist 灵魂跟精神 我们硬要现在照字面翻 要group mind mind已经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一个字 因为在英文里面很含悔 在中文里面你真的不知道 这要该怎么翻 心思 精神 你看我这里翻精神 思想 什么都是mind 在意也是never mind 那这个soul那就更是 这更是一个文艺不清楚的一个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区分 这是表述我画的 根据他的行文 那group zeller 团体灵魂 这也是团体精神 有这样对照 团体灵魂是非自发性的心理活动 而且是无意识宣泄出来的 这叫团体灵魂 不是你的啊 虽然从你的行为心理发出来 但是团体 团体精神呢就透过共同经验 自觉自发的 这是不自觉的 这是自觉的 这是非自发的 这是自发的 有意指向既定的目标 那这个宣泄是没有特定的目标 这是团体灵魂 这是团体精神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呢 像神话 个别创作具有艺术价值 却没有甚结构的同化 神话同化 自然的俗语 民谣 民间信仰 奇俗 民德 跟服事 这是团体灵魂 团体精神呢 就是你看 这就比较有志的 国家 法律 精致的言辞 哲学 艺术 科学 一个团体的民意 舆论 这听起来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上层建筑 这听起来像原始部落的 没有那个 你如果看图尔干区分 机械连带跟有息连带 那个机械连带就是 大概就类似这样的东西 好 这是第二个差别 第三个差别 团体灵魂呢 起源跟个人无关 而且是匿名的 你也不知道 这起源于谁 就大家都这么传唱 有些乡土的民歌 民谣 就是这样 不知道谁唱的 反正大家都会 团体精神呢 就是以个人代表的形式出现 那就是现在 尤其个人的个性 特别重要 强调 突出 你就算是在 这个众议节目里面 翻唱别人的歌 你也会唱出自己的风格 好 团体灵魂 这是刚刚是第三项差别 第一次项 这是从下而上 这当然是有一个阶级阶层的概念 然后这个团体精神是从 那个是从下而上 这是从上而下 所以就大概有这四个区分 你说这四个区分能帮助你什么 顶多就是自发性跟自觉 自发 然后这个其他的下跟上 然后个人跟个人无关 这个就很难去说是什么 这样 有一点结构 有点制度 这是比较没有结构 比较没有制度 好像这样 那这个区分是什么意思呢 这问题在这里 你做了这分类 分类以后呢 这里就我的评注 那这个当然 爱因的翻译是群体灵魂跟群体精神 他把团体翻成群体 这不是个大问题 那刚刚也讲了 这个soul跟mind的 这个英文中文的 这个字译的问题 那这有什么问题 我这边也讲了 然后说二分法应该说明 区分层次 二分法通常都有意夸大 两者的差异 这在概念上 这便于理解跟说明 所以往往在现实中 很难找到完全的对应 你要特别注意这个 二分法通常有这个问题 然后在这个区分 并没有追随者 表示说你讲了 但别人觉得好啊 你就可以画个表 然后呢有什么用呢 对我的后来的研究 对我了解后面的事情 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 所以思想家花很多时间 做一些那个 他发现没有用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尴尬的地方 你写了书 写了那么多 到时候没人看 自己觉得了不起 这都是自我感觉良好 我们学术界 又特别充满这种 雅思伯格型的人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全世界每一个学校 每个文化都是这种 这种刚愎自用的人 最多就是在我们 大学里面的老师 好 那谢乐的补充说法 这个 通常这种标凯体的字 都表示那是原文 那我很抱歉 这没有标出他的字 那个业 知识学是以团体精神 为主要关怀 团体精神 你再回去看 所以知识学研究是 有自觉自发的行动 跟既定指向目标 另外是国家法律 精致延迟这个东西 还有以个人代表形式出现 跟从上而下这种东西 所以这是团体精神为目标 知识学研究这个 前面那个就不是知识学研究 这个就有意义了 这个就是相等于 Robert Merton所说的 社会存在的分类 Robert Merton因为没有提到 好像没有提到 这个Mark Scheller所做的分类 他就把所谓的存在 跟对象领域呢 彼此是不可化约的 这是分成几大领域呢 是五大领域 ABCDE 好 这个第一个领域 就是现实跟价值 于神圣的绝对领域 这是一个最 我们可以想象最高的一个领域 然后第二个呢 是同在的领域 这个With world 德文叫Mitveld 就你跟别人同在的领域 我们用同在这个中文 通常都是阿上帝与你同在 变成是一个 这个宗教名词 在这里就是一个哲学 特别是现象学的名词 就是你同辈的人 跟你同时存在于 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的人 那这个就比这个绝对领域 在第一层 包括过去跟未来 就刚刚讲的那个同辈啊 前辈啊 晚辈啊 大概就是这个同在领域 就社会跟历史世界 或者其他人世界 就是很恰当地描写了 刚刚那个思想脉络 第三个 是外在跟内在世界领域 跟自己的身体 跟其环境 就是你就回到自己的身体 的内在跟外在 所以这从一个大 一直往下缩 缩到第三个 就是外在跟内在世界 那内在世界 就是你的心理的过程 外在世界 就是你身上 身体以外 能够接触到的 当下的这个环境 那接下来呢 更是那个 你又在其中 活的领域 Sphere What is alive 任何活的东西的领域 这大概就是 各种生物了 的东西 就已经不是身体了 最下的一个领域 就是无生命的领域 以及在具体的世界中 被看成是死的领域 我们以前认为 很多东西都是没有生命 有的人觉得是 没有我们知道意义的生命 那都是存在很久很久的 所以这个有些东西 被看成是死的 不一定是死的 所以被看成是死的 所以这是五个 不同的领域 从最高的绝对领域 一直到这个 被看成是死的领域 这样 所以呢 这一部分就是 我刚刚说的 社会的部分 或者是存在 社会存在的部分 然后也没说明 这五项分裂判准怎么样 但只是 有点像 从终极关系层次 转到人际层次 转到个人 自然环境层次 最后是生物层次 甚至无生物层次 如果这样区分的话 就类似 孔德的区分 那或者到后来 是Torca Parsons 就上个堂课 末尾讲到 被C.R. Mills讽刺的人 他认为 这个世界是分成 这样的层级的 最高层级 后来就叫 终极关怀 这用的是 有一个神学家 的一个概念 我现在乍想之下 把那神学家名字给忘了 那这个知识的类型 刚刚讲到 存在 社会存在 那知识的类型 分成哪几类 他觉得可以 从人为性 这就是他的标准 非常清楚 人为性最少的是 神话跟传奇 他认为人为性最少 我刚好认为 人为性最多 就是神话跟传奇 他认为最少 第二个呢 第一个是隐含在 这场生活自然与言中的知识 这已经是 大家约定俗成的 你一定要这样讲的 因为隐含在里面 第三个是宗教的知识 第四是神秘的 神秘知识的基本形式 第五是哲学跟玄学程式 第六是数学 自然科学 人文学的实证知识 第七是技术知识 这非常有趣的 如果你用了 孔德的三分法 或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宗教的 或有时候叫神学的 所以这三根 四可以包含这一类 第二类就是 行而上学的 可以包含这个第五类 然后第六第七 可以包含在 他所谓的实证 positivist 实证的知识 他认为这个人为性 最少 技术知识的人为性最多 需要人进去加入 运作运算的东西 就比较多 这是他的看法 分成七个领域 所以那个存在 是分成五个领域 这个分成七个领域 那这个就是 知识学的一个分类的开始 但后来也很少人 这个观念呢 基本上是从孔德来的 从孔德 基本的东西都在孔德那边有 所以你不学孔德 你大概不知道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新鲜的东西 它的改变非常少 大部分人都不学孔德 不知道孔德的影响力很大 好 那这个知识类型 这就是说 每一种知识都发展出 自己独特的语言跟风格 style 宗教跟哲学呢 比较依附于自然的民俗语言 然后特别是数学跟自然科学 发展纯粹的人为语言 数学我们刚开始教集合 有什么集合 那集合当兵的时候 集合跟那集合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种语言 虽然在用的字是一样 那这就是语言的重要性 如果知识都有自己的语言 你必须透过语言去得到知识 那语言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吗 语言不就影响你的知识吗 所以如果我们学社会学 不学语言 我们对外在世界了解 是怎么来的呢 所以社会学当然应该 有一章讲语言咯 这是我的逻辑 所以我的社会学里面 就有一堂课是讲语言的 好 那前面刚刚讲了 知识社会学的社会部分 这里讲的是知识的部分 各种五跟七个 另外呢 这在他的宣判是人为性的多过 提到语言跟风格的重要性 我认为这是重要的研究项目 没有错 所以知识社会学就应该有一张 在人跟知识之间 就要有一个语言的中介 那这张如果没有摆进去 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知识社会学 如果要这样讲 好 那他在哲学的世界观这篇文章说 有一个三分类的知识观 人力所能及的知识 只有三种 第一个是宰致的知识 或者成效的知识 这成效有的很不容易翻译 第二呢 是本质的知识 或教化的知识 第三是形而上知识 或者救赎的知识 所有这三种知识 没有一个是自在自为的 自在跟自为 又是马克思谈阶级的时候 在哲学的贫困那本书里面 提到有自在阶级跟自为阶级 自在阶级说 不管你知不知道 你本身就是一个阶级 自为阶级说 你知道你自己的阶级 有了阶级意识以后 你会为自己的阶级意识去奋斗 为自己的阶级意识奋斗 这四是为他奋斗的意思 自在本身是那个阶级 而且慢慢有这个意识 有了这个自在阶级意识 就比较容易成为自为阶级 自己为了自己 每一种知识都是为了存在者 那么这种存在者可以是物 也可以是人生构成的形式 或是就是绝对物 不解释还好 你一讲 就更陷入无礼物中 你本来是陷入三礼物 现在走到无礼物了 中间跳过四礼物 那宰治知识或者成效知识 跟本质知识 或交换知识形式上的知识 有一个 它后面有一个解释 宰治知识 就是第一种知识的成效知识 或者宰治知识 这有一点像 傅科后来用的知识 然后用一个横杠 权力这样的概念 它使我们有可能运用技术 来控制自然社会或历史 它是一种实证的专业科学知识 支撑着我们整个西方文明 其实为什么讲我们整个西方文明 我们整个人类文明就好了 只有你们西方文明 是靠专业知识控制的 那我们东方文明是怎样 这种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要找出整份 有序的围绕在我们周围 现象的时空关系中 寻找出规律来 所以你看寻找规律 就是law 这个从培根以后是非常重要 所以有什么牛顿力学 三大定律等等 这我以前已经讲过了 然后也就是说要揭示出这种现象 偶然的当价本质存在 这几个字都是现象学的基本概念 你反正就是当作登登登 反正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规律 我们要寻找这些规律 绝不是因为规律本身 对规律本身情有独钟 而是出于宰治世界 跟我们自身的意志的需要 只要那些规律的东西 循环往复的东西 才把预言 这一定有错的 才是预言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在英文里面 这是从英文学来 因为你碰到一段文字 有明显的错误 不管是发音错误 拼字错误或大小写错误 或者其他错误 你都不能改它的 因为你引用的是原文 所以你只能在有个中夸后面 在英文要写一个拉丁文 SIC 叫SIC SIC就是原来就写错了 叫原物 懂吗 你不能改它 你不能说 哎呀这个家伙太笨 写错了 我来改它 那就不是引文 你别看有一个quotation mark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规矩 很多人呢 那你说我打错了 到底是你打错的 还是他打错 原来就错了 你用个原物 可以证明是他错 不是孙老师自己 KIN的时候 没想清楚 孙老师打错 所以你不要有个原物 很多人可能会想成是 你后来引用的人写错了 懂吗 你写个原物 就特别说 这个东西是他原来就错 你发现了 所以只要没有原物 地方打错 那大概是我的错误 而不是原来作者的错误 所以这里说明一下 通常字型要不太一样 会比较好 只有可以预言的东西 才把什么控制 你看这一定是错的嘛 才什么控制这样 所以这个预言跟控制 这是一组概念 这组概念是从孔德的一句 有名的话来的 这句话我从来没认真看过 在哪里 了解是为了要预测 预测是为了要控制 这原来的法文 好像有一点压韵 了解是为了要预测 预测是为了要控制 所以有这一个 对于知识的一个 三段的要求 所以这里预言也可以讲 预测控制 所以社会学从一开始 就是认为 是要用人类知识 来控制社会 或控制外在世界 所以早先的社会学 都有一张 在二十大战以前 特别是 都有一张叫 social control 研究社会控制 可是后来 当然这个自由派 兴起以后 你讲控制 听起来就像是 共产国家 或极权国家 才会做的事情 我们怎么会 研究社会控制呢 那你看心理学 那些研究 不都是研究 如何控制人的心吗 然后这个东西 后来就被引用到 战争里面叫洗脑 或者被引用到 这个商业界 什么传销 不就是洗脑吗 靠着一群人围着你 靠着一群人 每天这样子 跟你在一起 然后你就没办法脱身 你就只好在 这个团体里面混 然后就给你 很好的价值观 然后慢慢你就觉得 你做的事情 是对全人类的 好的事情 所以然后后来宗教 也都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载质知识 或成效知识 是有这样子的 意涵在里面的 接下来第二种知识 叫本质知识 或教化知识 我觉得教化知识 本质是容易了解的 第二种知识 是哲学的基本科学知识 亚里斯多德 称这种哲学的基本知识 为第一哲学 就是最基础的意思 以及关于全部存在的 存在的方式 跟本质结构的 就是人类在最当初 最当初那个基础的知识 是什么 本质知识是用 从宰治的知识 刚好对立的知识 所涉及的存在 跟对应于宰治的知识 存在迥异其去 意思就是 它不是考虑到存在 不是考虑到 那个后面的问题 这都是后来 人跟人相处 社会跟社会相处 世界上人要相处 才会出现的是 这种宰治的知识 刚开始就是一个 纯然的本然知识 你要准备考虑 好像怎么活下去 社会的什么 基础是什么 这里 我就说明了一下 第二种知识 第六个特征之一 它说第二种知识 就是那个 本质的知识 或者是 教化的知识 有六种特征 你看这都是分类学 这分类学 其实卑之物胜高论 因为它分类 也不知道是 根据什么办法 首先就克制 宰治知识的态度 并尽最大可能 终止一切欲求行为 这终止一切欲求行为 就跟佛祖的观念有关了 就不要有那些欲望 从积极角度来讲 这种本质知识 跟研究之后 克服追求自然规律 跟故意忽视 出现在规律语境中的 本质的载质立场 这个语境通常是 大陆的翻译 翻译context这个字 因为有时候不是语 不是语境 有时候是环境 不是跟语没关系 所以我一直不太懂 大陆人翻译语境 是为什么 就情境或者是一个脉络 提倡一种追寻 世界原始这个源 我们有时候不用这个源 但它用这个源 应该也不算错了 一个原始现象 跟理念的爱的行为 wow 爱的行为 酷吧 这我们现在爱 就是用来发电 这大家都知道 好 这是第一个特征 你得到什么教训 我就觉得没学到什么 第二个特征 这种立场明确地宣布了 对事物的现实 此在不予关注 即对事物 对我们的努力跟行动 可能产生的阻力 不闻不问 不理不问 并且因而 至所有我们的感官知觉 跟把握的存在偶然 当下本质存在于不顾 你不管这些东西 这我都听不懂什么意思 全部的字我都懂 加在一起什么意思 我就不懂了 那是第二个特征 不管这些当下的存在 第三个词 就是本质认识 尽管跟一切的经验没有关系 不无关系 就很有关系 不无两个否定就是肯定 但跟经验的具体数额 这quantum 这我就查一下 quantum是有量子的意思 现在比较多是用量子 量子力学的量 那确实有那个额度的意思 这个字意比较少 是他原来引诱我们 跟经验的具体数额 或所谓的归纳 毫无瓜葛 本质认识领先于一切归纳 就是不用归纳 你就可以得到他的知识 就像他们走在所有面向 现实的观察和测量前头一样 他们是很在前面的 那个所谓的观察知识都后来 我们可以根据各种不同情况 实现各自的本质认识 就一个很直观 你看很多人你就懂 不必有经验什么的 这是第三个特征 第四个 本质认识和有关本质语境的认识 由此便超越了现实事业 这块飞地 飞地我们在台湾不太熟悉 大概就是领域的意思 因为我们只需通过感官经验 跟借助任意一种感官工具 便能够深入现实 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深入现实 我们还能深入虚拟现实 你带上一个VR 你就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这些本质认识 跟有关本质语境的认识 同样属于自在跟自为 刚刚有讲过的存在 这也是一样 不太容易理解本质 这个观念 第五个特征 第一哲学本质认识是本真的理性认识 由本质应该是authentic的意思 有几年在哲学界很流行 要讲本质 不能讲true true不重要 authentic好像比较重要 与我们只有建立在间接的知性的推理基础之上 有关感官所与物 所与物就是given 的普遍认识截然不同 知性 或者理智 是生物超越僵硬的天生本能和联想技 有目的地适应新环境的能力 这也不太容易懂 总而言之 最后的本质认识最后一个特征 他们具有双重用处 好 第一 这个第一是我加上去的 因为他没写 第二也是加上去的 不是我加上去 本质公理系统 其而是针对行而上去而言 佩格尔曾经非常形象地把握 把这些本质认识称为 进入绝对的窗口 讲得非常通俗 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进入绝对的窗口是个虫洞吗 还是什么呢 我就搞不清楚了 这窗口爬进去的通常都小偷啊 人都是走大门的 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这是因为世界跟人设计 并把握其世界的具体操作的 一切内在本质 这个是他原来的强调 我把它特别用红体字 即真正的原始现象和理念 还有所有撇开事物和行为 在时空中偶然配置 仍然保持恒定不变的东西 都替实证科学的解释 设立了无法逾越的界限 实证科学不能够超越这个来解释 实证科学既不能解释真正本质自身 也不能采明真正本质的此在 此在是一个这种现象的名字 叫做design 实证科学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 正是由于它把本质问题 例如什么是生命彻底排除在考虑之外 实证科学不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本质知识的问题 因此世界的本质结构和此在 就是design 最终必须依靠绝对存在者 谁是绝对存在 听起来像复仇者联盟 即依靠世界你本身 最终所共有的终极的原因 这个东西你要念上一百遍 可能会了解 像我这样念过一遍 你大概不知道在讲什么 总而言之 最高存在刚刚有讲到 又有什么两个特质呢 其一是最高存在 必须具有塑造理念的无限精神 要很厉害 超级厉害 宇宙无敌厉害 跟同时派生出 世界跟人本身的本质结构 跟理性 它还能够生出 这派生是derive 通常派生derive 其二是确立非理性的 此在和耳然性的本质存在 图景的冲动 我真高兴我不是念哲学的 你现在可以知道 知识社会学有些 社会学家的 讲知识社会学不讲他 你讲他你要怎么讲 你可以引用啊 引用完 然后你懂吗 我今天告诉你 也不是因为我每一句话都懂啊 这上课讲知识社会学 有一地方在告诉你 为什么不懂啊 他都讲了啊 为什么我们不懂呢 有些是名词的问题啊 有些是他观念 我们实在进不去啊 还有可能有时空的问题 还有我们可能都准备的不够好啊 第三种知识 好 叫形而上知识 或者救赎的知识 叫拯救的知识 说啊 只有把面向现实的 实证科学的成果 和面向本质的第一哲学成果 结合起来 这听得懂 要把两个结合起来 再加上价值科学 第三个东西 实证科学 这个本质科学 还有这个价值科学 这成果加上的话 才算是进入行上学 好 那这个容易懂 为什么不知道 但是这种 首先进入的是实证科学 化阶问题的形而上学 以及第一层的形而上学 最后问什么是生命 什么是资料 资料是data 现在叫资料 那哲学界要翻成资料 再由此进入绝对的形上学 第二层形上学 所以第一 形上学有一层跟两层 至少是一个透天触的样子 概念上面 好 那人跟上帝的关系 因为他们相信这个 我们不相信 所以这句话 这种话讲起来很尴尬 由于人是小宇宙 而存在的本质 物理存在 化学存在 生命存在 精神存在等 都在人的存在中 遭遇跟切合 所以从人的本身 人身上可以得出 大宇宙的最终原因来 这你相信 大宇宙跟小宇宙 是有关联的 你如果看那个 Man in Black 星际战警 对对对 M.I.B.嘛 对不对 对 Man in Black Man in Black Man就有它有一集 找那个宇宙的什么东西 那叫猫的铃铛上面 那铃铛不是很小吗 那宇宙就在那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 相对的概念 这是大宇宙跟小宇宙 你可以在小宇宙里面 找到大宇宙的最终原因 所以就是一个 异形同构 就是人跟宇宙 那么大的东西 其实是有同样的 终极的原因的 因此人的存在 是小神 Micro Theos 通向上帝的首选途径 因为你相信 这一切都上帝造 所以上帝用同样的原理 造出了一个小宇宙 造出了人 然后也造出大宇宙 那我们中国人是讲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也是相对于这个 所以先在《易经》里面 尤其在《易经》的续传里面说 有天地 然后有万物 西方是说 有上帝 然后造了天地 花了几天时间 中国没有 有天地 然后就有万物 天地之前 从而不论 没有什么天地之前 有谁造的 中国人没这个问题 也不问这个问题 有天地 然后万物 有万物 然后有男女 就从自然世界 然后就到了人文世界 有男女 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 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 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 然后离一有所错 这是在《易经》的序卦里面 是这样说的 也认为大宇宙 跟小宇宙之间 是有关联的 但是又没有提到 这个其他的东西 所以那个 在中文里面说 进人之性 才能进物之性 进物之性 则能进什么之性 也讲到这次这种 可以一直这样推演下来 这观念上是相通的 第二个 现代形而上学 已经不再是宇宙论 和对象的形而上学 而是后摄人类学 后摄 这个就是英文的meta meta就是把 那个东西当对象 后摄人类学 把人类学当成对象 这个人类学 不是我们现在 这种西方的人类学 不是社会科学意义的人类学 是这种哲学意义的人类学 作为一个人 就所谓的人学了 是后摄人类学 跟行为的形上学 它的主要动视 动视就是insight 是一切能够成为 对象的东西的最终原因 自身不能成为对象 而是作为永远都是 自发存在的属性 所能实现的纯粹实在性 所以通达上帝的唯一途径 不是理论关照 即对象性关照 不是你关照这个一个物体 你就可以通达到上帝了 而是位格主动投入到 上帝的怀抱里去 这位格是英文的person的 一个哲学的固定的翻译 person叫位格 我们person都会讲个人 这位格是讲person 在神学里面 特别是这个翻译 什么叫person 主动投入到上帝的怀抱去 简单说 可能就是你要信上帝 你就可以了解这一切了 你不信上帝 像我们这种东方人 就是 不能理解的 尽量促成他们的自我实现 并共同完成永恒的行为 这种永恒行为既包括创造理念的精神活动 也包括我们生命中显而易见的冲动力量 人本身就是该双重属性所共有的最精致的终极体现 把上帝弄成对象跟东西 对于这种形而上帝来说是偶像崇拜 要想分享到神性 只有深入到内在于他 依据他仿佛由他而来的生命活动 欲望思维和制造中学 奥古斯汀刚刚也提到他的前辈 称 在 那学的前辈 称之为神的子民在圣光超物下的认识 这是中古神学的东西 这个你不了解是非常正确的 非常正常的 你如果了解了你可能是穿越人 我相信丹布朗或者叫什么 罗伯兰登教授 可能都搞不清楚这个事情 当我们要用这种立场来观照世界 自我跟他者的时候 其中不再有对丝毫对立心立场的痕迹 中古的时候有一本书叫 Imitation of Christ 你就每天想着上帝 然后想跟上帝一提 人跟上帝关系就不要再讲 因为他是有宗教信仰 而且还转来转去 所以他对这个思索 会对于我们这种没有宗教信仰的 这种情况会真的是隔行如隔山 这个表是我做的 根据证文来的 他有提到三种知识 就宗教的知识 形而上的知识 技术的知识 这个就是 我说过根据孔德的三阶段论 来做的分类 然后呢这每种知识都有不同的领袖的理念型 在宗教知识就是圣者 在这个形状知识就是研究者 特别是欧洲 科技知识就现在 科学 自然科学发达以后 那技术专家 我觉得将来的领袖可能就是机器人 知识的来源跟取得方式 三种知识也不同 第一种是卡里斯玛领袖跟神的接触 这卡里斯玛领袖在 不是韦伯发明的字眼 但他用了以后变得非常有名 就英文的charisma 有时候有一些中文翻译 但是用英译可能会更完整 这卡里斯玛领袖通常都是被认为 不是他自己有的 被认为他是具有神性特质的一些领导人 这个在创造神话的时候 常常这些人 创造现在政治神话的时候 这些人常常会被讲出 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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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创造师父神话的时候 也是一样 这师父多厉害 摸你一下头 你说百病全消 什么之类的 那形上知识呢 就讲到思想跟思考 知识是靠思想跟思考而来的 那技术知识就靠着演绎归纳 这是两种方法而来的 现在所谓的科学方法 各位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好好的考察一下 所谓的科学方法的发展 这科学方法从十九世纪后来 一直到现在 科学哲学对知识的发展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我上次稍微说过 从肯正论到否正论 到后来的什么都行 这个是有阶段性的发展 发展的运动形式 他有提这个 但没有在做任何讨论 他也提了另外一个 求取跟保存知识的 基本社会形式 也没在谈 都有提到这种项目 在人类社会中 不同的功能 也没有在谈 阶级财产 职业跟财产的不同起源 这S-State 有时候讲财产 有时候是讲 法国的第四阶级 在法国大革命以前 教室贵族跟什么 是第三还是第四阶级 你看现在年纪大了 真的有点旺了 你们可以查得到的 我有时候讲的不正确的地方 你上网就可以查得到 那就好了 那接下来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分类 你看这叫宗教 行人上学跟实证科学 就不是刚刚的技术知识了 然后它的动机 每一个不一样 认知精神的活动 也每一个不一样 目的也不一样 位格类型 位格就刚刚讲过的 跟领袖类型 跟刚刚就类似 跟刚刚类似 社会群体或社会圈 这个也三个不一样 历史运动形式 就讲的比较完整 这我们可以稍微说一下 在宗教方面的动机 就赋予个体核心的一种 本身跟富有个体魅力 然后并且能够支配世界力量 使个体能够从精神角度 或者自我确认 最终拯救个体 这比较像讲佛教 佛教其实 佛陀并不是一个神 佛陀就是一个觉悟的人 那后来人崇拜了佛陀 就把他变成了一个神 考试也可以拜他 什么都可以拜他 他就变成无所不能 没有想到你应该拜的是你自己 你应该追求的是自己的觉悟 好 那形上学是对 毕竟有某物存在 或不存在的不断的震惊 这是形上学之动机 就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 就对第一个存在 对于这个说本职知识的 想要去认识他 那实生科学知识就是控制自然 社会跟灵魂的需要 这是他所设定出来的 这三种知识动机 那至于认知精神的活动 宗教方面是精神的特殊反应 比如希望 恐惧 爱 意愿 知识等等 是建立在这个之上 这些行为的共同特征是 作为对象跟目的 终极世界的经验 远远满足不了他们 他们在对象身上只要做些神跟圣的文章 Gritich跟Heilich 中国文的神跟圣刚好这样翻译 通过理性的本质直观 这是形上学知识 而不是在观察跟间接推论之间 认识本质目的 观察跟那个是实证科学 透过观察 实验 归纳 演绎 达到这个目的 这是第二项 第三项的差别是目的 宗教是为了拯救个体或群体 然后形而上是运用智慧尽量的陶冶课题 希望到达到 这陶冶课题就是去魔术它 或者去影响它 然后实证科学是利用数学符号建构世界图像 这些图像有意的忽略世界的所有本质 而是接纳现象之间的关系 以便根据这些现象来支配跟控制自然 这我知道的非常少 听说那个什么 树叶为什么发展出那个样子 是因为它有一个什么 在树叶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一个什么类似什么演算法 到时候它成长的时候就会 就会长出那个样子 所以有一个内在的演算法 以前有人学数学 说所有的形式都可以用数学表达出来 我们只知道正方形 长方形那种 它所有的形式都可以 我觉得实在太酷了 当然我没继续对这个有兴趣 我觉得形状就形状 你干嘛 用演算法可以算出来 我觉得这是学数学很骄傲的地方 也是没办法跟人家沟通的地方 我就不懂 数学为什么会教到大家都不懂的地步 而且教到你都觉得生活中没有它 你一样活一辈子 这个是我到现在为止大祸不解的地方 当然每个学校都应该有数学系 第一它不需要设备 现在当然需要点电脑 听说以前就是一支笔 跟一堆纸张就可以了 数学系就这样 或者你给它一个黑板 给它一个一面白色的墙 或者可以涂掉墙 它就可以在里面混一辈子 混到它死了好几天没人发现 这是开玩笑的数学家 我教有一年我教幽默社会学 有一个数学系的人来上课 从头到尾没有效果 更夸张的是 他的期末报告是写数学家的笑话 我看完以后没有一折懂的 他说老师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我都看不懂我还笑出来吗 台语说我就是笑的 我又不是疯子 这个笑中也很像 那所谓为一个类型 宗教人 Homo religious 就是圣徒 是宗教的领袖类型 然后这个行而上学 就是那些所谓中古的 这个教会的哲学的 叫智者 然后实证科学重要的是学者 就是那个人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人啦 知识啦 这个群体啦 如果从我的分类 我在第一堂课所说 还有历史发展 有这个变化 这就比较像知识社会学 只是这些人是什么关系 你有分类了 重点是这些类跟类之间 是什么关系 那这个社会群体在宗教里面 是教会中派跟团契 然后这个学生上学 是古典意义上的学派 然后实证科学是研究者 所依附的是 不断追求国际化的 科学共和国 这个从自然科学开始 就有这个世界 他们觉得全世界是一样的 靠着科学知识 这没有国界的 那这个科学共和国是大学研究院 学术团体作为自己的组织结构 现在很多国际的学术团体 基本上就走向了这个 类似学术共和国的那个 好 那这个宗教的历史运动形式呢 宗教人从未 从未想要宣教新知 而只是一味的英寻守旧 那这个形成上学呢 只是一些永远循环 循环往复的固定类型 然后实证科学希望把目光 仅仅现在欧洲这块狭小的天地 就没有再往世界其他地方去想 以前人认为 只有欧洲人能够带领世界 进入一个新的文明状态 东方人是不可能的 你看早期诺贝尔奖得主 大概都是以西方人居多 后来慢慢有的东方人 你就知道这东西是有教育 跟没有教育的问题 不是哪个民族可以的问题 好 那这个有一个解释 我就不说了 有关所谓的宗教人 那这个智者他也有一个解释 那这个去看应该多少都可以了解 学者他有一个解释 这是人的问题 人跟这个不同的知识类型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 这里我说知识社会通常只中知识跟社会 其实承载着知识的某些特别人群是很重要的 这也是我强调重点之一 所以要注意到人的问题 前面是要强调语言的问题 所以有地方你看不懂没关系 有地方他的给你的启发 不在于你看得懂的部分 而在于他的分类 如果能够启发你将来做更有意义的研究 这也是一个前辈能够对晚辈所做的贡献 那那个宗教知识本身 他有一个分别 然后情上学知识 他有一些说明 这个大概有三个说明 不只哦 然后实证主义知识 他有一些说明 实证主义知识 就是现在自然科学知识了 我们讲的简单一点 好 这个刚刚讲过这个是跟孔德的概念 我们后来会讲到孔德 又说明孔德三阶段是不正确的 重点在于他不认为阶段性的存在 而是同时的存在 所以你有修正 这个顶多就是你修正了孔德的看法 那这实证主义知识 他有另外一个解释 第三个解释 有一个总结 他说所以从所有上述的倾向来看 宗教行为上学跟实证科学本质上都截然不同的 并且都是人类精神起初变特有的使命和课题 所以意思说从人类以来 就是你注定了要走上这三种不同的道路 这都是事后看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现在有现代自然科学的概念 如果你活在十六世纪 所谓的现代西方的自然科学 还没开始的时候 你大概就不会这样想 所以这个是事后后见之名叫做 那这个当然因为哈勃马斯 我们大概会教到一点 就是他对于知识的一个著名的三个分类 他认为知识有所谓的技术性的或工具性的知识 只是这个在价值判断上 技术性或工具性知识 不被认为是很超级的知识 很多人甚至看不起这种知识 像现在你讲到理工男 你就觉得理工男所学的知识 都是这种技术性或工具性知识 这人一碰到生活就完全不知怎么办 你要叫他解决这个道路的问题 修铁路修道路 他都没有问题 修电器 他都知道怎么做 他碰到人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这个技术性知识跟工具性知识 在这个分类上面 哈勃马斯这类人是不太看得起这种 觉得你就是志愿做一个 现在稍微高档的一个工人 你没有一个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个责任感 所以有实践的知识 就是你愿意去做去了解 特别去关怀那个 更重要是要有一个解放的知识 你要把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 都要彻底打翻 这个我想转型正义啊 这样子的观念在原初的时候 都有一个解放知识的一个这样子的意图 那至于后来实践的时候出什么问题 那就是另外的事 所以谢勒的删法跟这有点类似 谢勒的载质知识或成效知识 大概可以对应哈勃马斯的技术性或者工具性知识 谢勒的这个本质知识或教化知识 大概可以对应实践的知识 那谢勒的行而上学知识或者救赎知识 可以对应解放的知识 只是为什么行而上学知识是救赎的 这个就是他自己的一个观念 这我们有时候没办法进去的他的一个预先的设定 那另外一个他的比较大的贡献 当然这不是他开始 这是从马克思开始的 知识跟阶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而我们的不同的知识 就来自于受限于我们的阶级 举例来讲本人一直活到今天 不知道有钱人是吃什么样的月饼 我就觉得大家跟我吃的月饼是一样 结果呢这个假期 有一个人在帮一个贵妇做秘书 我今天学到 你知道贵妇一个月的花费是多少钱吗 贵妇他就要应付他的生活 他那个各位要不要猜一下 我听完我都说是年薪吗 莫尔玉每个月 150好 认为150太多的举手贵妇 300万一个月 一个月各位 你一年赚300万你都觉得已经很多了对吧 人家贵妇一个月花300万 所以贵妇就给他的秘书 今年送了一个月饼 然后我就收到一张照片 那个月饼非常漂亮 Fendi的月饼 有一个外国牌子叫Fendi 然后上面是个灯笼 你上网都查得到 然后是某一个大饭店制作 然后那个月饼本身不怎么样 因为我今天已经上课前 已经把那月饼吃了 事不怎么样 那盒子跟那造型是不得了的 这是我的阶级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没有这有钱人 每个月花多少钱 那赚多少钱 那更不用讲嘛 然后这个 有钱人是如何吃多少钱的月饼 这点 我已经吃到有钱人的月饼了 我希望那月饼能够转化成 把我的阶级做一个提升 我年薪300万我就很高兴了 不要讲我月薪300万 我教这些东西不值得300万吗 我还得去受多少苦 去提那些 我都不知道在讲什么的东西 你看贵妇完全不必需要 他贵妇反过去喝下午茶 我多希望我这时候坐在那下午茶 跟人家聊谢乐 谢乐 谢药也行 好 阶级跟知识 所以这个图表呢 是1924年出版 并没有这个部分 是1926年版本才加入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 版本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读书 除了中文系的人之外 好像没有人注意 版本很重要 拿到哪本书算哪本书 各位要写读书心得也是 图书馆有什么书 我就看什么书 我从朋友书下来 借到什么书 我就看什么书 这就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都很注意这个 我建议大家注意一下 有时会有不错的发现 好 这张图表是这样的 这边是下层阶级 它叫winter class 这叫上层阶级over class over就是over winter就是under 那下层阶级呢 价值前瞻的时间意识 对生成的反省 这生成英文叫becoming 上层呢是价值回顾时间 对存有的反省 存有就是being 如果我们硬要简单的说 对前瞻就说 他觉得自己未来 还有点希望 所以这是价值前瞻 往前看 他的时间是往前看 因为他的过去都是 都是下层阶级的悲惨的事情 所以他becoming变化 强调变化 因为只有变化 他才有希望 那上层阶级呢 是价值回顾 哎呀过去美好的时代 我们贵族啊 对吧 我现在一个月花三百万 想我祖先一个月花三千万 都不是问题 对吧 哎呀 你们还中秋节吃月饼 我天天吃月饼 每个月食物我都吃月饼 对吧 吃到后来胆固醇太高 就挂了 然后对存有的反省 存有就是不变的那个东西 如果我们这样子了解 就比较容易一点 他不用的不是这 然后呢 下层阶级是机械论的世界观 然后这个上层阶级是目的论的世界观 具体怎么样 我也不太了解 但可以用猜的了 然后下层阶级强调是实在论 世界的存在就是抵抗 这个上层阶级呢 观念论 世界主要是思想的领域 这个接下来呢 下层阶级是物质论 然后上层阶级强调精神 所以上层阶级有很多很多的规矩 我们下层阶级的人 大概没什么规矩 有的吃又不错了 还规矩 对吧 这个什么东西要切成几块吃 然后每一块呢 吃了之后不要粘在嘴巴上 而且绝对不会粘在嘴角 我们这个人吃完了 还得啊 就很没样子 归纳跟经验论是下层阶级 而且强调实用主义 那这个上层阶级强调 先验知识理性论 强调知识主义 所以我就不知道 如果我都跟一群上层阶级上课 上知识社会学 会是什么状况 上层阶级可能不上知识社会学 他知识主义啊 好吧 我忽然间陷入了沉思 好 对未来乐观 对过去悲观 这是下层阶级 这跟他的时间意识有点关系 上层阶级呢 对未来悲观 对过去乐观 这因为法国大革命以后 因为美好的时代就过去了 而且呢 这个历史是贵族的坟墓 根据这个当时的二世纪初期的一些社会学家看法 其实并不是这样 如果各位到欧洲去 或者读一点欧洲的历史 你知道欧洲只有几个民主国家 大部分的欧洲都还是皇室 都还是君主立宪 英国就更不用讲了 所以我们辛亥革命的时候 当初选择了一条少数人的路线 如果我们现在还有皇上 那宫斗剧就不能演了 对吧 这都影射太多 你要演明朝的 绝对不能演大清皇朝 而且大清呢 在民国的时候 他是训位 训位的意思就是说 是我让给你的 所以有这个优待皇室条例 他们可以住在紫禁城住多久多久 后来当然民国乱了 所以这个他们就被赶出 被逼宫了 所以才造成不同的故事 不然的话 你想你今天紫禁城第一 你一定进不去 你有钱你都进不去 因为皇上住在里面 第二 咱们现在可能还是 要穿着龙袍 然后我们的那个首相 选上首相以后 还得到那里面去 像日本首相当选以后 去见天皇 英国首相当选以后 要见日本那个女王的 如果我们还是君主立宪的话 当然也还是那样 然后那些人就可以 贵族就不算什么了 我想 想的都觉得是一个 平行宇宙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时代 就算有 我不知道是归在哪一类 最好归在好的那一类 归在悲惨那一类 我最好幸迟的 还是搞革命 没别录 好 下集结局呢 寻求矛盾的思考 或辩证思考 那上集结局 寻求同一性的思考 这我不太知道 是具体什么意思 大概可以猜一下 下集结局强调是 和环境有关的思考 那上集结局是 本土性的思考 具体怎么样 我也是不知道 这几个字眼呢 到底 如果用现在 上集结局 跟下集结局观点 那当然会有一些 比较容易去想 但他为什么会做 这样子的描述 就不太知道 好 那这是阶级跟知识观点 马克思没有这样子的区分 他做了这样子的区分 那后来社会学 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区分 就上层阶级知识 跟下层阶级知识 是什么不一样呢 他就从小朋友来看 小朋友到底 对警察是什么看法 上层阶级的小朋友 觉得警察是来服务人民的 因为他到哪里去 警察对他都很好 下层阶级小孩 可能要帮助家里 在街边摆摊 然后摆摊的时候 警察会来找麻烦 这所谓的找麻烦 警察其实是执行公务 哎呀 这里不能涉摊呢 你怎么在这儿涉摊呢 来开一张罚单 或者看到警察 就得跑啊 警察来了 大家就跟着跑 所以下层阶级小孩 在成长过程里面 都觉得这些警察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如果中间还牵涉到了贪污 你得每年交保护费 那他对警察 就更没有什么尊重之心 所以上层阶级小孩 跟下层阶级小孩 会因为各自经历的不同 对于警察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一个最简单 要去描述阶级 跟知识之间的关系 当然拿警察当例子 这个有一点不恰当 如果拿老师当例子 老师当然不一定会 对下层阶级特别不好 因为大部分的老师 常常会觉得 功课好跟功课不好的问题 而不是谁的阶级的问题 最近都还是可以看到 那个故事 当初要不是老师的话 他就没办法念书了 最近有一个网路广告 讲老师的最后一堂课 有一个家伙 他家里穷 他就念完书 就不能再继续升学了 老师就跑去跟他爸爸讲 老师要帮他筹筹学费 然后让他能够读到大学 这种故事都是很古老的 我们那时代都有听说 这样的事情 真的学费交不出来 学费已经很便宜了 还交不出来 现在台大呢 很多人以前没有听说过 就学费费款 什么被借光光 以前没有 最近又听说 要去申请台下就学费款 也不容易 相亲的奖学金 就那几毛钱 那很多人都要去打工赚钱 修到课以后呢 一定要选择 某些课是不用点名的 他就可以去打工 这在有些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的那个 学费已经很贵了 我有一年在某一个 私立学校教书 第一堂课 我说收五十人吗 就来了一百人 第二堂课 我就换在一百人教室 就来了一百五十人 我不知道那学校 为什么永远有五十人的增加 等到我到一百五十人的时候 那个就来两百人 然后我就说 不会所有人都来吧 那个学校都不行啊 因为你两百人 所以用了大礼堂 那个学校不像台大 那么大 就大礼堂 说孙老师 你在大礼堂上课吧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开直播的这种可能性 我说可是大礼堂上课 这感觉怪怪的 我觉得每一场 好像都是开演唱会啊 对吧 很怪很怪 在大礼堂上课 结果上课 等到这个大礼堂决定以后 每一次只来五十人 那个大礼堂可以坐三百人 三百人里面只来五十人 就像是你开了演唱会 没人来听一样 你送票朋友都不来 那种悲惨 就说 可不可以换教室啊 我再换回那五十人教室吗 我不是一开始是五十人出发的吗 说不行 因为到时候考试的时候 每个人要有位置坐 所以孙小师 你就得在两百人教室上 我就这样上了一学期 我中间上得很纳闷啊 我说是我教的不好吗 怎么大家就不来了呢 就有个学生说 孙小师不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实行 我们学校的学生 Nothing personal 我们学校的学生都要出去赚钱 他说不像你们台大 你们台大大部分是有钱人的小孩念的 我们这个学校大部分都中下阶级人念的 中下阶级人 然后我们的学费比你们台大贵一倍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不负责收学费 我当然不知道 所以我们的家长把我们送到台北来念书 我们除了租房子之外 那个学校没宿舍 除了租房子之外 你看每个学期的那个学费 我们得赚回来 每个学期打工才刚好打平 他说怎么能上课呢 我说可是你来台北 不就是要念书 他说不老师 我们来台北就是打工赚钱还给学校 然后学习 然后就这个我们就去打工 所以跟知识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有跟学费有关系 讲得非常悲惨 讲到我都快哭出来 后来我就不要求学生出席 我本来也没要求 后来第二年我就 第二次我就不去教了 因为我受不了这种状况 我觉得我不能改变这种状况 我还去强化这种状况 我就没办法 我就不教了 老师 我看不下这种情况 我才知道这种阶级的差别 其实在我身边是很大的 我一直在台大教书 虽然赚得非常少 我赚了半天 还不如人家贵妇的三分之一天的薪水 哎呀 想说真的是很难过的 好 这个泄露的分类 这二分法也是一样 有这个团体灵魂跟团体精神 这种区分的这个类似的问题 还有这个关系 传统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议题就是阶级跟知识的关系 泄露在这方面的看法跟马克思看法不一样 他有注意到这差别但看法不一样 所以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讲到爱跟知识的问题 因为很少知识社会学会谈到知识跟爱有关系 知识不就知识吗 冷冰冰的或者是怎么样的 怎么会跟爱有关系呢 好 那这个他就写了一篇小文章 曾经有整理过 当然不是很严肃的文章 有点随性 有人肯定爱跟知识有关系 像戈德就说了 淪若不爱就是无知 知之越深越完整 则爱之越强越鲜活 是及热情 所以要热情 对知识本身如果没有热情 你就不可能有真的知识 所以这里知识跟爱就产生了这样的关系 那这个爱呢 就不是我们这种男女之间这样的爱 这是一种热情 你就觉得上课想上 然后觉得看书不会累 看到晚上觉得筋疲力竭 还想看书 这就是那种热情 那种passion OK 所以是一个passion 那达文系说了 达文系大家都知道 大陆翻成达芬奇 听起来像是一个可乐的名字 分达可乐我们在台湾 分达 对不对 达芬奇你看 伟大的爱情都是伟大知识的女儿 就讲到爱情跟知识之间 没讲得很清楚 这种名人的这种一句话 或者语录 其实都不太值得拿来做见证 这种话有时候就是峭壁话 有时候就是 也不是放出四海儿接准的 有时候跟他下面要讲的故事 是有关系的 那第二个呢 有巴斯卡这个人说 爱跟理性是二而为一的 爱先揭露对象 使之呈现在感官之前 然后再加以理性的判断 这跟我们大部分人的知识 是不太一样的 很多人觉得爱是盲目的 他等一下会讲到 另外一个荷兰的哲学家 叫斯宾诺莎 说最高层次的知识呢 意思最广泛跟最恰等的存在 也是上帝了解自己 跟宜然自乐之处 我们不太懂 你怎么可能了解上帝 他答应我说你不是上帝 你怎么知道我不了解上帝 我是不了解上帝 可是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可能了解上帝 对吧 庄子跟惠子有讲过 讲到鱼的快乐的问题 我只是把它引申出来而已 在此知识跟对于对象的关爱 是密不可分的 他们相信有个上帝 所以上帝就是爱 他就觉得那上帝给你知识 那否定爱跟知识关系 就是启蒙运动以后 盛行西方的近代资产阶级的想法 特别是爱情使人盲目 这句话其实是出自莎士比亚的 莎士比亚出自谁就不知道 所以真正知识要秉除爱情的影响 感情的影响 你感情太多了 你就很难去对他有一个客观的对待 客观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一直到近代 特别近代差不多四五十年 客观才变成是一个dirty word 不然的话客观性是很重要的 理性是很重要的 现在理性客观性在这个学术界都不重要 尤其后天代出来以后 客观是骂人的话 你好像这个人冷血 那理性那就更冷血 你机器人了你 所以强调这种投入 强调热情 那英文的commitment commitment有时候翻成现身 可是现身有时候又听起来怪怪的 尤其是这个性骚扰 性愚云 就常常在头上盘怀的人 说 哎呀我很现身 这怎么能翻译你 这么翻译你 那天就送给别人 因为我不太喜欢狗那时候 然后呢 我回家那天我的朋友结婚 结婚完了我就帮他弄了一个茶会 回来以后就 我他也说别到厕所去啊 别进去啊 我就进去了 别看那只狗啊 然后我就看了 然后这狗就好可爱 然后我就跟他取个名字 然后这只狗就留下来 所以你任何宠物 你都不能取名字 你一取名字就走不了 你不能跟他发生任何感情 你一发生感情 你这边 你十几年就被他 就被他黏住了 但是你就有十几年美好的日子 像我 哎 好那存有跟价值这件关系啊 他就讲到印度跟希腊 这个我觉得很佩服他的地方是 他的知识不限于西方 他还希望能够从印度从希腊 价值都是非存有或存有的函数 就价值受到存有的情况而改变了 因为他是价值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哲学家 我们不研究这个 所以比较那个 那印度的观念呢 是必须透过现实生活的空无才能获得救赎 特别是佛陀 像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最后是空的问题 存有只有在不争跟无欲中央才能够丰富 人道无求品质高 这是有中文这样讲 就是呼应这种理念 越能抗拒欲念知识就变得越丰富 像我对于这个好吃的东西 抵抗力是非常低的 本来原来只是看上一个有钱人的月饼 后来觉得自己不能当有钱人 就把月饼吃了 看看能不能变成有钱人 当然是不可能的 体重呢也会 今天一定要画好的运动 吃那个有钱人的月饼 太负担太重 从行动的角度来看 爱就是从无知到有知的转变过程经验 爱呢随着知识本身的成长 爱被视为知识的结果不是起源 这是希腊的观念也是这样 这是印度的 爱呢是对自己的远离 对存有跟实在的否定 对他者或非我的经验 不是为了他者本身的价值 而是因为他是非我 这我就听不太懂 爱是从情感上洞察到 一般个体存有的空无 Nothingness的听起来 非常存在主义 沙特写了一本书 就是叫存有与空无 或存在与空无 既然有了 为什么又无呢 这个真的这些人 搞哲学真厉害 那这个希腊观念是 柏拉图认为 爱从较少知识 到较多知识转变 你知识越多越容易爱 是这样的吗 爱是动力 照我们现在说法 就是可以难爱发电 然后死非存有 渴望存有 恶渴望善 这都讲得好漂亮的话 存有的完整性 是最高的价值 相对于印度思想 要否定存有 然后爱呢 是从知识上去占有 爱是知识和无知的产物 爱跟恨呢 是宇宙两大动力的来源 是四大要素 底随活风 背后的两种力量 通常认为爱是了 恨不是了 不过你看像西方电影里面 都有一个坏人 坏人就是恨的代表 他毁灭一切 然后都有一群人 要出来救难 那就是爱的人那一面 对不对 所以这爱跟恨呢 就回来打一打去 达到电影最后 一定是爱胜出 如果恨胜出 还有人要看吗 这个很沮丧啊 看完电影就觉得 啊 坏人竟然可以赢啊 那我当好人干嘛 我傻啊 爱是生产的原则 procreation creation这里叫创造 创造的意思 有个字根 会带来新的更丰富的 存有的形式 所以人跟人 这个有了爱情以后 有的生了小孩 下一代叫存有 叫爱的结晶 是这样来的 然后爱的结晶 因为你的爱 所以它会继续的传言下去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你的存在 基本上是一个人喝醉酒 另外一个人被强暴了 这种结果 你会对自己的存在 觉得很没意义的 所以这是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 还有人是因为爸妈结婚以后 然后后来就离婚了 这种单亲家庭 如果没有适当的处理 很多人对于情感生活 也会产生很大的怀疑 对自己的存在特别是 当初你们是爱我才结婚的 还是你们是谁喝醉的酒 才结婚才剩下我 那我在你们中间 算是什么意义呢 以前有学生说 告诉我一个故事 说有个小孩从小就觉得 自己是不是不够好 所以爸妈感情才不好 他觉得自己是个 不可爱的小孩 所以爸妈感情就不好 他就晚上睡觉前 就会祈祷上帝 说是不是我功课变好 你让我爸妈感情变好 他就一路就功课很好 就考上了最好的学校 结果他爸妈感情还是不好 到他什么18岁20岁生日的时候 他爸妈问他 你们你有没有什么 要什么礼物啊 他就说我希望你们两个 我以前小的时候 希望你们两个复合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你们两个感情不好 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我建议你们两个离婚 这是故事别忘了 然后爸妈就说 要离婚了 心中小鹿好高兴 终于找到一个 真的那么体谅人的儿子 你怎么觉得爸妈感情不好呢 你们都在我睡觉以后吵架啊 所以我从小怎么样 就把故事讲一遍 后来得到了 这个双方家长的认同 爸妈也没有外遇 这故事最清纯的地方在这儿 然后后来他说 这个小孩就提出要求 只有一个条件 我们一家人每个月要在某一个餐厅吃饭 就变成一个惯例 结果呢 这个餐厅老板终于有一天 在他们惯例吃饭的时候 跑过来说 开餐厅那么多年啊 没看过像你们这一家 那么快乐的家庭啊 这个故事就在这里结束 可以拍成一个微电影 所以这故事告诉你什么呢 好 这是印度人的怪 基督教 爱上帝跟爱灵人是重要的内涵 特别是爱灵人 他希望你不要跟灵人打仗 特别是在圣经里面 其实是爱灵人如己 不是爱灵人而已 要像爱你自己一样 这个基督宗教人到现在都做不到 因为他们在打那个 回教徒的时候就没有爱灵人如己 基督宗教的很多人 在实践的过程里面 其实是很排斥跟你不同宗教的人 从十字运动中以降到现在 你看像现在西方多少国家 对于伊斯兰教徒 还怀有很深的这种疑虑跟恨 包括连瑞典 瑞典的那个移民 最近那个反对移民的那个政党 竟然占了上风 我们台湾就不要讲别的 我们台湾至少对于新住民 并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友善 所以我们南京政策 其实照道理台湾如果台湾人对于这个新住民都很友善的话 南京政策因为我们有很多亲戚在那里 对吧 你这边有他的女儿 那边就有一村子亲戚的人 应该对台湾是非常友善的 并没有普遍的这样 我不是说那个 我不是说就完全没有 并没有普遍的 你就知道这里面 我们对别人的歧视 还是很明显的 阿伯斯林认为 爱比理性更能创造神圣 所以理性相对于没有爱重要 然后救赎的过程是由于爱 或者超越力量的恩典 就讲上帝了 希腊跟这个印度的观点中 救赎要靠自己或靠智者 非超越人类力量 在此观点中爱之随之变化 但是在基督宗教里面 你的救赎不能靠你自己 靠自己是绝对做不到 只要靠上帝的力量 所以你要求主的垂帘 在那个弥撒曲里面都有垂帘经 你垂帘我吧 你来救我吧 一副那种 所以尼采这些人就很不欣赏基督宗教 觉得是奴隶道德 你是一个人 你干嘛要好像有竹子 有竹子 你就变成奴仆了吗 你这不是大清宫廷剧吗 奴才奴才 主啊奴才 这不是就是应该是很好的那个吗 爱呢 优于知识 所以阿奎纳 中古的一个神乐家 说爱一个对象 就预设了对该对象 有了对该对象的知识 他是这样认为的 好 这里呢 谢了没有加爱情 前面的说的三种知识 何解讨论 我觉得这些思想家在建构自己理论的时候 常常讲了一套就忘了另外一套 不然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横跨三种知识 没有办法归其中某一类 那爱跟其他三种知识有什么关系 他讲的知识 他讲的阶段没有技术性知识 也没有那个 这是我最诟病的地方 就是你看台湾的那个多少 多少足科的人 多少搞电脑的人 为了避免电脑莫名其妙当机 就叫你摆一个乖乖在那里 这不是很好笑吗 其他不卖乖乖的地方的人 难道有别的东西也叫乖乖的 或者叫什么听话 或者叫什么的 答应 常在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不能理解的一个状态 他们说有效耶 你摆在乖乖的 你不会招老鼠吗 很少有人将知识跟感情来讨论 所以谢乐串是很特别的一个人 他在长段时间 还从历史角度 跨文化来介绍爱与这个 可是后来人注意不多 很可惜 所以后来我的爱情社会学 就跟我的知识学 就可以密切结合上 这是讲 那大概 这是刚刚的地方 讲完了嘛 对吧 对 讲完了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 介绍谢乐的部分 但是就这样 别忘了 有些地方 他的讲解过于索细 像什么 各三种知识 每一种知识 有多少种这种特点 这个 他的那个观念上面 很多 我就没办法接受 所以我们大概能够注意到的 就是他讲到阶级跟知识的关系 还有这个对于知识的分类 还有对于存在领域的分类 然后他虽然做了一些结合 但是好像不是很明确 别忘了知识社学不是他的重点 他后来强调的是价值哲学 所以我们是为了这个 在知识社学发展史上 他有这个重要的贡献这一点 所以提到他 所以这是讲谢乐 下礼拜呢 我们要谈的是社会学界 知识社会学 谈的比较多的 卡尔·马尔汉 因为有些时候不会谈到 马克·谢乐 但一定会谈到卡尔·马尔汉 那卡尔·马尔汉 到底讲了什么 他的知识社学 到底比这个马克·谢乐 有什么胜出之处 我们就只留待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社会 请不吝点赞